Linux核心设计 各位好 我们继续探讨Linux核心设计里面 不只挑选任务的排程器这一个部分 在探讨排程器的议题 其实我们要考虑的观点就变得很复杂 比方说你要考虑到像是你多个任务的公平 然后包含说像是你的处理器的核心数 当你的核心数增加的时候所谓的这种scapability问题 就是说我的硬体资源越来越多 但是这些硬体资源的增加能不能反映在软体或者整体上的表现 这是要特别考虑的 除了这以外的话我们会探讨Linux核心设计是怎么演化的 这个演化其实经历都非常多的变革 那我们会提到说在Linux Kernel 2.4,2.6 然后还有说2.6.23以后 这些排程器好像是CFS以后 然后甚至说考虑到real time 我们还会探讨这个schedule dayline 那在之前我们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说 其实排程器本质上它就可以把它想成是数学上的function 所以在一个数学上的function来讲的话 它其实是印射关系 就是我有好多任务想做 所以就是资源有限但欲望无穷 所以我也没有很多想做的任务 但是实际上实体的资源总是有限的 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个排程器就是把这样的 能映射到我们的资源 然后更具体来说的话 其实排程器在做的议题就是把一系列这些process 然后把对应到一个又一个的CPU Core 然后这我们在之前有看到过 然后呢 我们在之前也做了一个小实验 所以就是我们透过一个puff这种工具 可以让我们去追踪到说这个 执行一些操作花了耗费的时间 比方说我们这边做一个 做一个测试呢 测试是什么 测试这个pipe pipe这个很有意思啊 就是说其实只要两个形成相互pipe 那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它就是强制的做任务切换 所以你看到A pipe然后到B 所以A产生的资料要给B 所以A产生完了之后就交给B 那通理B产生的资料然后交给A处理 所以就ABAB这样切换 那我们就可以去计算说这个整体耗费的时间 因为就是说只要这个像这样的一个操作呢 够频繁 我们就把相当于是把这个排程器 所占用的这个时间呢 我们就可以计算出来 这是我们之前有探讨过 然后排程器呢 本质上它是一个工程问题 这个工程问题其实真的是很麻烦 就是说它会有一些那种需要取舍的部分 然后更具体来说的话 其实排程器要考虑到像这么多议题嘛 对不对 就是说像这个针对这种Tensioning System 我们要考虑的是 我要怎么确保任务之间的公平 那除了这以外的话呢 我要怎么确保说这个 行程间的这个反应时间 就是它能不能够 它的所谓的Response Time 是不是合理的 那除了这以外的话呢 在所有的系统 就是在所有通用的系统 都会追求一件事 就是说这个输入库 好 那这个输入库呢 那表面上的意思 看起来很单纯 就是说我在单位时间内 可以做到操作 但是整体来说呢 其实要考虑的议题 是远比这个东西复杂的 因为服务其实是最终结果 注意点 就是说排程器 其实它顾虑的是当下 然后我们就思考一件事 如果你今天来调度任务 我讲的任务不见得是 作业系统的任务 就像你的生活 比方说很多人 包含我自己在内 就是说我 我们会有这个 事业、家庭、工作 就是 有时候工作跟事业是放在一起 但是 对我来说 像我这三件事 是独立的 就是我有事业、工作、家庭 那 事业是什么 比方说 教书也许可以叫私业 或者叫自业 因为 至少我教书赚不到钱 那 所以 我会需要一个全职的工作 一个 让我有主要收入的工作 然后再次我有个家庭 那这个时候就很麻烦 因为 就在我这时候做判断 我之前刚刚讲的任务调度 我判断依据是什么 比方说 我可能过去的习惯 或者说 我去推测 在现在 我去推测 明后天会发生什么事 比方说明后天它可能会有 天气状况不好 那时候我就会取消一些家庭的旅游 或者出去的行程 所以家庭部分在这里 可是我工作还是要去上班 对不对 所以我要怎么去调整 因为对我来讲 我上班可能有额外的成本 比方说 因为雨天塞车会有交通成本 所以 我可能会导致一个很麻烦的状况 就是我花在交通的时间 可能会比我真正在 投入在工作本质上回来的多 那所以遇到这种事的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就要想到 可能要调整 比如说 可不可以谈说在家里上班 或者说 把工作先挪到今天来完成 好 那诸如此类的这个东西都是调度 那你可以看到说 可是我们追求的throughput 其实是最终的结果 也就是说 我们在探讨schedule 在探讨throughput 其实往往它不是站在同个基准圈区探讨的 然后除了这以外的话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议题 过去可能不是那么关键 但是现在变得非常重要 就是讲这个 这是low power的设计 这个low power设计是很麻烦 尤其在这种移动装置上 它是一个必然的 好 然后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说 这样探讨这个即时的行程来讲的话 就是一个快又精准的反应时间 就会变得很关键 然后当然 对普通的行程来讲的话 你要怎么去兼顾这三个 这也是要去特别设计的 然后 我们提到说像这个 能源效率的议题的话 在Linux这几年呢 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我们称为叫做ES 我们来看一下ES 注意到 这个ES不是只有 UN才有 其实在 像Intel加工 或者其他的处理器 多少都会有类似的设计 只是说 这个名字是 UN先提出来的 那UN在提出这个设计的时候 要解决一个很经典的问题 这个 因为UN有个设计很有趣 叫做Big Little 这很好记 就是该大不大 该小的不小 所以Big 这个字要写小的 然后Little要写大的 那这个思考是什么 就是说 像我们现在很多 处理器 它都是非常多盒 像我在用的这个 Android手机来讲的话 它很好玩 它有十个盒 十个 那所以这个十个盒呢 里面就有趣了 就是说我这十个盒里面 我到底要 里面要怎么配置它的 运算能力 像 以联发科的 十核心的解决方案来讲的话 它有分高中低 三个不同的主态 那这个高中低 三个不同主态的时候 就变成有趣 就是 比方说 功耗高的 但是运算能力最强的 那通常我们不会 急着去用它 那我们尽可能会用这个 低功耗的 就是比方说 你平常比方只是 注意到不是上网 上网其实很好点 就是 但是如果说你平常只是 在接收一些讯息 比如手机的简讯 比方是检查 你的这个 即时通讯软体 到底有没有封包进来 那我们其实用低功耗就可以 好 那再来就是说 你开始做一些事情 不要你上网 注意到 上网真的很复杂 那上网的时候 你初步上网 那我就可以切到中间的模式 然后那个 一旦系统 在 没有什么特别任务的时候 我切到低功耗的系统 好 那所以可以看到一件事 就是说 处理器本身 它有高中低不同的档次 可是呢 这个排程还是要靠什么 还是要靠软体 跟具体来说 就是要靠 Linux Kernel 要提供一些基础建设 然后搭配一些对应的 user space的程式 才有办法实现到 这种可以高中低 不同的这个 能耗模式的切换 所以你会发现说 这整件事呢 让这个 排程的挑战变得很大 我们刚刚提到 就是说排程的挑战呢 就是 呃 要表示有个公平啊 快速的这个行程的反应时间 好 然后呢要突破 但是麻烦的地方是说 诶我现在以 手机 尤其像这个Android的手机 那 不然不是只有手机啦 不然说这个 平板啊 甚至一些可攜带的装置 这种 这种 IoT装置上 那这样的一个排程呢 其实都 会变成很 很关键 就是说我现在有非常多 硬体资源 但是呢 我的 使用情境落差 是很大 所以你会发现说 在整个我们讲这个 呃 排程呢 其实他考虑的议题啊 就就就就就就变得非常广泛 好 好 那我们在之前有提到这个 2.4的这个排程器 好 嗯 然后 呃 回想一下2.4的排程器 为什么令人勾病呢 好 就是 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地方 就是说 当时的他有个 勾病的点是在于他的 scapability不好 好 也就是说 你在SMP你是对称 对称 多工 对称多 多处理器的这个系统来讲话 好 那 比较麻烦的地方是说呢 因为他在 做这个 Round Queue 就是我要挑选任务的时候呢 往往呢 每一个 每一个Core CPU的Core 注意到我们讲Core 而不讲 而不讲核心 因为 他跟Kernel这个字搞混 好 我们讲Kernel是讲作为系统 的核心 好 那讲Core是讲 多处理器里面的那个 核 所以我们把Core 把它翻译成核 然后把Kernel翻译成核心 好 那你可以看到说 在这个来讲的话呢 就是在 我Round Queue是一个 所以注意到 在2.4的时代呢 Round Queue只有一个 然后但是我每个Core 要去竞争 就是竞争Round Queue里面的任务 这导致一个很 很麻烦的问题 就是说 我们要怎么去克服这个问题 注意到 这个问题不见得是最关键的 因为 往往呢 这个 往往在 只有在DQ的时候 所以需要Lock 我Round Queue的时候 你会想到 我今天有点像什么 就像一个 就像一个垃圾桶吧 就是说 你很多人去Round Queue 其实没有关系 但是麻烦的原因是 我DQ的时候呢 要保持一个顺序 就是说 它是Global Run Queue 那我这个 我这个顺序 要怎么去确保 所以你就需要 需要这个Lock 然后 这导致什么呢 就是在 Linux 2.4的时代呢 排程器的时间复杂 是Big On 所以一旦呢 你的行程量增加很多 你要想 什么样的状况下 会有成千上万的行程 比方说像这个Web Server Database 这些都是有大量的连线 所以每次有大量的连线 我就要去配置一个新的任务 不管是预线配置 或是动态配置 反正 基本上这些任务都要去处理 你不能因为说 我现在很忙 比方说 资料库 我要出成资料 我很忙 然后我就不去理会新的要求 或者用那个Web设计来 那 这个是一个很 关键问题 就是 这会导致这个Scape Building不好 然后 总结来说的话 这个 创造造成问题 就是这个 整个系统的 不可确定性 注意到 我们这个用词叫做什么 non-determined 好 然后 然后 在后来 后来的设计 有一个很重要的设计 在 2.5 Linux 2.5 之后 有一个实验性的设计 称为叫做 O1 O1 Schedule 然后 2.5 是一个实验的版本 在之前 Linux 3.0之前 都有一个命名方式 就是说 偶数版本 偶数版本 偶数的版本 稳定版 那 激数版本 是 实验者性质 所以像刚刚讲的 就是 O1 Schedule O1 Schedule 它最早在哪里出现 它是在2.5 就是实验性出现 那后来 做得不错了 然后 2.5 就变成 稳定版 就是2.6 然后 这个2.6 里面提出的 O1 Schedule 它这个很有趣 注意到 我们讲O1 不是每个地方都有O1 就很多人 会对O1 会有些错误的幻想 其实我们讲 任何的演算法 分析 比方说 我们讲Big O Big O 讲的是上界 而且上界 其实还要讲说 做什么事的倡界 所以在之前 O1 Schedule 在做的事情是什么 比方说 这个 我就回想一下 我想一下 有哪些操作 就是哪些 基本的操作 比方说 你是随机存取 随机存取的话 就是想像一个 记忆体的阵列 或者你的Rain Rain Rain Assess Memory 那 像这个Rain 来讲的话 它是 唯一可以达到 平均跟最坏时间 都是 常数时间 但是其他的操作 就很麻烦 其他的操作 也许 比方说 像那种 Hashtable 那 它会有一个 差的情况下 就是最差的情况下 就是说 你会有 各式各样的碰撞之类的 好 那除了这以外的话 你要去思考 就是说 我们为什么需要一个 长处时间的 schedule 这个你要先去思考 这个议题出现之前 就是我们要想 2.4令人诟病 注意到 2.4之所以令人诟病 是在什么呢 是它只有一个 Google Run Queue 而且如果你一旦的任务量 增加很多的时候 不管你的硬体资源有多多么丰沛 那你终究 终究就是会 会有涉入到一个竞争问题 好 那在 Big O1 这个O1的schedule 其实我们在去想 这个O1schedule的 在业议题 它其实不是每个地方都是O1 那注意到一件事 事实上它只有 它只有挑选出来 挑选出来的是O1 所以我们之前有讲到这个什么 讲到这个Bmap 这个Bmap 这个技巧 是 是在ATOS 就是即时多工的作业系统 里面是非常常见的 那你可以看到说什么呢 我们今天在 在这个 O1schedule里面 它也可以做到选取 然后 InQDQ 是 常数时间 但是呢 我会有一个重新 重新安插 就是我要 重新安插任务了 这个就 它就不会是 O1 注意到 这个 关键点在这里 注意到这一段 就是说 在O1schedule 它的特性在于说 我今天在挑选 挑选 然后这个 任务的时候 这个是 可以做到 长述时间 但是呢 麻烦的地方是说 在 O1schedule 从2.6 提出来 O1schedule 它是单一处理器 只能在 同一个时间 只能做一件事情 所以 麻烦的地方是说 如果 我不考虑到 触发中断啊 或是 触发重新排成的机制 那 我目前这个任务 没有执行完之前 其他的任务 没办法执行 所以注意到 我们今天讲 公不公平 其实在讲这些事 就是说 像是说 你去超商 不是超商 就是去大买家 卖场 去买东西 那所以呢 可能开很多柜台 你就想到 每个柜台都是一个什么 都是一个处理器 它处理什么 各式各样的要求 可是麻烦的地方是说呢 在某些情况下 就是说 我就会排成 排成的话 就是你可能这个 卖场 所以结账的时候 人全部都排满了 那全部都排满了 那总是会遇到 你懂啊 遇到比较麻烦的状况 虽然单半的客户都很快 但是总是会遇到 比较麻烦的状况 就是有人 就是纠纷比较多啦 或者说他就是有些 也许是 也许不是人的问题 也许是机器的问题 那像我之前就 遇过 就是什么什么 辨识不出来 说我偷窃啦 或者疑似我偷窃啦 就是要去理性的问题 好 那所以呢 这个 调整呢 就是 所以我们讲的公平 就在这个部分 就变成说 你会 因为 同个时间 单一处理器 只能做一个任务 这个在 新的应用形态会变成复杂 像我们都知道 所谓新的应用形态 就是说 你一台机器可能 它同时要做 web web server 那要做database 比方说 database frontend 所以比方说有一些 query进来 不管是那些 sql query啊 或是说某些资料查询 你可能还会透过一个 kb key value store 然后 你还会 比方说做这个load balancing 就是去看说 我现在 有多少 主机可以帮我转 转戒 我现在要出现 优层 所以你会有非常多事要做 可是呢 有意思的地方是 你有那么多事要做 但是你又讲不出来 哪一个东西是 只做最关键任务 然后其他任务 可以完全不做 其实我不能容忍这种事 就是说 很多时候这个是 尤其在云端的世界很麻烦 你就思考一件事 Google的那个伺服器 如果 Google的云端中心 其中某几台是专门在做Google搜寻 那你可以说 A的搜寻 比较重要 还是B的搜寻比较重要 还是C的搜寻比较重要 其实 对Google来讲 每一个搜寻都很重要 因为它每一个搜寻都是来创造什么 创造收益的机会 对吧 所以对Google来讲 它尽可能要大门端能够去服务 当然它一定有一个最关键任务 但是往往呢 最关键任务扣除之后呢 剩下的任务都很重要 你不能说 这个同样是搜寻 你不能说A的搜寻比较重要 我就完全不用管B 不行 所以这之后呢 就会有个新的这个发展 叫做2.6.23之后呢 就有个CFS 好 那这个CFS呢 它就是 它把O1Schedule的精神 去把它延展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 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在哪里呢 就是说 CFS的着重点呢 是这个公平 那这个公平呢 来看这个东西很有趣啊 它其实就提出一个议题呢 叫做 理想多工处理器 好 就是说你看啊 我就看这个CPU 假设有百分之百能力 那同时有两个任务 那这两个任务分别取得百分之五十的运算能力 好 所以如果说你去 做一个时间间隔来去看的话 比方说你每十米深去看 那这个认为分 分别分配到百分之五十能力 好 所以到这个东西啊 这个我们之后再讲 即时系统的排绳的时候 会讲到这个东西 其实就是对应到bandwidth 你去思考一件事 这个有点像水管 对吧 一个水管 然后我水管来讲的话 就是说 欸 假设这个水管有水流 而且不是涓涓气流 是就是浮了这个宽度的 浮了这个水量的 然后呢 我们先供水 比方说左右两户都要供水 或者说这个 比方说一南一北 一左一右都要 不管是哪个消耗单位 都是要供到水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在理想的这样的一个多工的状况下 那我们就是这样 各自就可以分配到百分之五十的执行能力 所以我们讲的公平是在讲这个 建构在你的硬体资源的分配的前提下 而不是说这个 你懂吗 在台湾有时候我们讲公平 会被放大解释吗 三不四对讲不公平 不公平 好 那我们台湾的口语上的公平 其实是 就是要叫人家去主持公道 这个其实是 这个跟英文的意思是有点违背的 好 然后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是什么 就是说 O1 Schedule 其实还是很有特色 很有很特别的一个设计 好 然后接着我们来看 就是说这个 在我们之前有提到 就是这个Porter教授的这个材料 然后 我们之前有提到说这个 比方说这个 排程到底在做什么事 好 然后也还有帮说这个 协同 协同多工 以及抢战师多工 好 各自又做了什么 好 然后 呃 再来呢 我想要跟大家探讨 就是 排程设计的下一个部分 我们想要来探讨这个议题 这个议题 也 也蛮有意思的 就是我们看得更细 就是说 具体来说 像这个O1 Schedule 这样的一个设计 它具体做什么事 所以可以看到说 我们在讲这个 呃 从2.6 就是 2.4 2.6 然后 2.6 分说 早期的2.6 从2.5 然后到2.6 2.3 以前 呃 应该说不凡 2.6 2.3 那之前是叫 O1 Schedule 那 我们讲到O1 Schedule 关键在于说 透过一个Bmap 透过一些 呃 对应的一些bit operation 然后最关键的地方是 去好说 挑选 任务 挑选任务的这个时间复杂度 是 是常数时间 它是最主要的 工钱在这里 然后 所以可以看到说 在具体来说呢 它其实维护两个 两个Cue 然后这两个Cue 很好玩 有一个叫Active 有一个 叫做EspireCue 然后你可以看到一件事呢 在ActiveCue里面呢 我每一个等级 你看到这个139 138 137 101 100 反正我在不同的等级 然后你都可以找到一个什么 找到一个 对应 对应 就是 你看到不同等级 它其实都有个 对应最高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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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边可以一直串击下去 但是呢 你在不同 不管它什么等级 那好玩的地方是什么 你永远可以挑选出来 一个 一个 一个任务 然后 这个任务的挑选呢 很有趣 它是阐述时间的 那你说这个东西怎么设计呢 因为 注意到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 O1Schedule里面就有一个对应的Priority Queue 那Priority Queue呢 跟一般的Queue 有一个很大落差在说 当我在做Queue的新增 或是删除这个 我说In Queue跟Dequeue 就是说我在 加入 或是删除的话 那 你也可以做到长述时间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考量点 就是我们透过这个Priority Queue 所以你可以知道就是说 为什么它是长述时间的设计 因为在 因为在 资料的摆放 就做一个调整 那除了这一外的话呢 就是 当我这些不再 Active 的话 所以一旦它到了这个 Xpire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它就也是有 对应的这个 也会有一个 对应的那个 调整 所以你看从原本 原本是这个 它有 串接好多不同的物 那在Xpire的时候呢 也是会把这个 把这张结构把它 翻过来 然后 那这有些东西会比较特别 就是说 它会 一般来说就是Iowa 会有那种长时间的 所以过程中呢 你会需要一个机制 比如说你要用VQ 就像 就像说 比方说你去那种海关 就是你要入境嘛 就是 那通常 大部分都是说 我这个海关 可能有好多的不同的GAT 就是不同的杂口 然后这个不同的杂口 就会有对应的这个官员 对应的这个 人员去处理 但是呢 总是会遇到比较特别的状况 这个特别的状况就是这样 就是很好时间 就是在很多时候都有这种 很耗时间那怎么办 就是可能 考虑到效率呢 就需要把它搬到其他地方去 所以这种设计到这种搬动的调整呢 本身上就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就是说它其实就要考虑到这个 这相关的这个设计 就是说你可以看到 假设这些任务都很花时间 就像在做那种Disk 这些操纵 我们该怎么办呢 所以你会发现说呢 如果你要真的要这样处理的话呢 其实需要一个什么 需要额外的空间去处理 所以它不是放在这个前面讲的Active Active Queue 或是Espire Queue 不是好 然后呢再来是说呢 你会看到说我像刚刚讲的那几个数字啊 这上面讲这个数字 这数字是有梗的 100是最高 139是最低 然后呢平常的话就介于它中间 然后这个数字呢 你会看到这个100到139 这是有梗的 这个梗怎么来的呢 这个东西这样 就是说 我们原本在Unis里面就有所谓的nice字 注意到nice字 nice 这个nice字呢 就是初次接触人 有时候会觉得有点疑惑 这个nice的这个数字啊 它这个很有趣啊 就是你可以看到那早期 早期那个Unis呢 它用字 这个值是这样 -20到-19 好 这个nice值呢 跟优先权呢 其实是不同的概念 它这个 我们讲的一个人很nice 就意味着他很容易被人家欺负 所以注意讲啊 所谓的人善被人欺嘛 那这个 这个你看啊 这个东西很讲究竟 如果你的nice值是19 就是公认的好人 好人就会被人家欺负 所以被人家欺负呢 就相当于什么 很多人就可以 占用资源啊 对啊 这种观念啊 好 那反过来说如果呢 你是这个什么 你是-20 表示你很坏啊 这个你知道吧 男人坏的话呢 就会被人家关注嘛 对啊 男人坏就会 可能会霸占某些资源 所以注意到呢 Unis呢 从第一版就有这个观念 就叫做nice value 但是这个nice value跟这个优先权 其实观念不太一样 你可以把它比喻成优先权的数值 但是其实因为 在这个 Unis早期的设计呢 其实他没有这个什么 他没有抢战士多功 也就是说 这个nice到底是 好不好 其实这样 都是一个什么 他都只是讲说 我占用资源的倾向 像刚刚讲的 -20 我占用资源的机会是多的 那反过来说呢 你若是正持久 那只是正持久 就是好人好到报表 对不对 表示你对占用资源的欲望 没那么高 所以注意到 早期的观念是这样 可是这样的话 有一个麻烦的地方是说 如果你今天是要做到 以优先权为主 而且是抢战士多功 我们知道抢战士多功呢 如果你是基于这个优先权 做抢战士多功的话 那你的判断依据就是优先权 就是一个数字 所以你看 原本有一个正持久到负二十的 这个耐士值 那后来又有这些基于优先权的 这个数值 那所以怎么办呢 所以当时人们就想出一个天才做法 就是把它加到什么 就是把这个数值 把它对应过去 因为你看到负二十到正持久 那现在呢 是有什么 是有这个 0到139 就是把这个数值 没有 把它调整一下 然后把它延展到139 所以这样的 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说我在写程式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指定 比方说写程式 从0到99 设立这个农优先权 然后但是 但是呢 我们就可以从这个 这个数值分布 可以知道是 它这个数值是用原本 沿用原本的那个nice值 就是这个 负二十到正持久的 还是说什么呢 我是用个 即时处理相关的 优先权 就是它单独一个数值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这个这个就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计算 好 所以你看140减价这个优先权 然后再乘以什么 乘以它的这个 比如说20ms 然后 当你优先权呢 是大于等于120的时候呢 你会看到说 它的算法是这样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真是有趣的地方在于说 当我的优先权高 我切到的时间间隔 其实这样是小的 让我们可以这样 可以 比较灵活的去调整 反过来说呢 你优先权如果低的话 也就是说我需要去理会你 需要去 注意你的时间点 然后就 就没那么细 就没那么细 就是可能宽点 然后过一段时间去管 其实这件事 对应到我们人的行为 就很容易思考 对不对 就是说 假设你今天 是承包一个工程 对不对 一个建案 或者说某一个 某一个 重要的任务 那这个重要任务里面呢 都会有一些 若干的子项目 就是你 那一些项目呢 它可能 它可能演技感不是 不是那么容易看清楚啦 或者说 它没有 人们不是那么重视的话 那你就 时间间就切得比较宽 而且过一段时间才过稳 那反过来说呢 这个重案任务 就要怎样 关切 所以你看那个 你看那个 我们的成员有趣 叫什么 叫不稳不问 不稳不问 它就意味着什么 优先权低 完全对立到这个式子 对 然后 再来是什么呢 我们要考虑到 Linx在桌面系统 或者说在一些这个 伺服器的领域 都属于那种任务很多 你一个桌面系统来讲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 像我刚刚切完任务的时候 我有很多 我这个时间点有很多事要做 我除了这网页浏览器以外 我也有OBS 就帮我做转播的这个软体 然后 除了这以外的话 我刚刚有打开中端机 而且中端机可能还不只开 可能还开了好几个 然后扣掉中端机以外呢 我还有 可能像一些工具软体 像这个Slack 或者说一些 跑背景的一些 做运算的那个程式 那你会发现 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时候你如果问我说 请问哪一个程式最重要 一样我也打不太出来 你说 上网重要 你说OBS重要不重要 当然重要啦 我现在在直播 所以我要去把这个东西运作 那可是我中间过程中 还是需要什么 需要比如说中端机啦 或者说 我的这个什么 我完成某些事件 比方说 比方说Google calendar 对不对 我时间到尾 我要提醒该做什么事 这也重要啊 你不能说 其他完全不理会 所以整件事会会变有趣的地方 就是说 像这种需要跟使用者互动 的场景 尤其是那种 大量的那种互动场景 我们该怎么去调整 那注意到 schedule跟这件事也有很大的观念 好 然后 除了这以外的话呢 很麻烦就是说 我们前面不是讲到一些 比较复杂的东西 像一些Io 那我们需要做什么事呢 我需要去切割 去拆解 拆解它的这个任务形态 所以比方说它的 像你会遇到那种 Disk Incentive 像这种东西啊 就是 那这种东西就真的很麻烦 就是 你会 如果说你去 让快的CPU 等这些很慢的周边 你会造成资源浪费 可是如果说 你对这种周边的行为 是处于那种不稳不稳的状况 那这些动作可能会等一下 可能不能符合我们一起的操作 因为毕竟 毕竟就是像那种 磁碟读写 是很多种的操作 那 你不可能说 完完全交给这个硬体去做 那你自己做一种 这方面的介绍是要有的 而且 这项Disk的操作 往往也跟应用程式的形态有关 也就是说 应用程式它的那个 回应时间 就是刚刚讲这个 这个回应时间 或者 系统的那种 让使用者体验好的 设计 所以注意到 我们今天讲这个 使用者体验 绝对不可能说 找了几个设计师 尤其在台湾 很麻烦的 就是台湾都系统长了这样 就是看到那个iPhone 大红大纸的时候 哎呦 我们要聘工程师 聘设计师 好像红达电也是 聘了好多设计师 而且叫这个全公司说 全公司的工程师 宣誓 我们设计为上 使用者体验第一 类似的话 但你们想过一件事 这底层需不需要工程 当然要 你说你叫工程师去迁就设计师 本身就是有个大问题 如果你的基础已经做到很有弹性了 比如说你的 你的底层的这个系统的这个能力 你可以说我稍微做一些变动 就可以适应到A 适应到B 适应到C 这样很好 但问题是多数的公司 其实还没有进化到这个等级 所以这时候呢 就变成说 如果说设计至上 就会有这种问题 就固执是B 好 所以这次呢 再次你看到什么 做一种挑战 然后特别注意到一件事 是说 Linux的排程是怎样 它是混合式的 也就是说它有动态的优先权 也有静态的优先权 那我们刚刚讲那个 nice value就属于这种静态的 就是说我设定一个 就是像我刚刚提到的 就是那种 -20 表示你坏 就喜欢去跟人家争 那正是就人很好 就不与人争 注意到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静态的 所以注意到 为什么把这个priority 东西把它把它区隔 就是把nice值跟那个 我们讲reotime的priority区隔 reotime priority 我们要去重新思考 reotime在意什么 就是说我在时间范围内 我在我这个 我们在意的那个时间 就是时间的 任务的底线 就是说我做一件事 我会有预期 多久以内要完成 那我 我daylight快到的时候 我是不是有可能 变得非常重要 我尽可能让 哪些东西daylight快到 我刚才让它尽限 所以你刚才说 我们讲这个reotime的排程 往往它会涉及到一个动态 动态的一个设计 当然reotime排程也有静态的 但是就是说像刚才讲 如果说你 你是以daylight为主 那本质上就是一个动态的 那nice值刚好就顶倒了 它就是说它是一个属性 跟人家说我与人为善 或者我就是能比较坏 就比较强 要做事 做威作福 所以我要抢到比较多 但是本质上还是静态的 好 那现在下一个问题呢 也很有趣 就是说有个东西叫rebalancing 就是说我今天要什么 我要重新去 调整 调整这个 那我们今天调整的任务呢 调整的东西是什么呢 是跟这个run queue有关 我们要去思考一件事 如果呢 你 绝大多数的任务呢 假认我双合 但是我绝大多数的任务 都是在CPU0上面执行 那 可是呢 像画面中看到CPU1 它们现在任务很少 那我要如何呢 把这个CPU0的任务 分配到CPU1 那这样的分配呢 我们就称为叫做rebalancing 然后 特别注意到一件事 这个rebalancing呢 这背后的操作呢 它蛮复杂的 但是好玩的地方是 它总是在发生 那这件事呢 其实你可以观察到你的这个电脑 就是像你的电脑运算 像我这边来讲话呢 你刚刚有看到板子白的嘛 启动某一盒子板子白 然后呢 你看到画面中 红色的地方 就表示相对在忙 但是你会发现 欸 我忙的核心呢 其实是这样 它其实会跳动的 比如说你看右边 它有一个编号19的 刚刚看起来比较忙 你看现在又忙了 然后但是 等下过一段时间呢 这个编号19的 也没那么忙 那忙了可能换到其他的 比如说16啦 或是14啦这种 那所以呢 你会看到说 其实呢我们会做一件事 就是这样 依据我的负载 依据我的这个 闲置的状况 去做一些调整 好 休息一下 好 那我们回来思考 就是说 刚刚提到像这种做rebalancing 那这个在多核的状况 是非常常见 但是呢 这个在施行上 其实有它的困难 第一个你需要做周期性做这件事 然后 但是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你看 这边有提出一个问题 就是假设呢 刚刚例子来讲 我原本CPU Zero是很忙的 那CPU One相对是空型的 那 可是问题来就是说 当我 所有的 所有的这个 在CPU Zero上的这个行程 如果说呢 这些东西都怎样 都已经 都是要搬迁的 都要离开的 那 可是问题来就是说 那在我CPU One上面的 这些 这些 Folk出来的 任务呢 我该要怎么去把它去执行 我该把它 是原封不能搬过去呢 还是说 我要去追踪它相关那些 Folk出来的这些任务 我要不要管 好 这个这是一个有趣的议题 这个就涉及到 这下一个问题就是 你的这种 公平 不只是公平 不只是公平 就是说你相当于是 你要怎么去看待这些任务 因为任务跟任务之间 是完全有关联的 比方说你看我们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来讲的话 除了中间这个简报部分 对不对 我还要包含说 一大堆是什么 一大堆是Table 我总是看不完的Table 那像这个东西很有趣 就是说 我这些 以这个Chromium 或者Chrome Browser的设计来讲话 它会有个主要的形成 除了主要形成以外 它每个分页 或者说特定的资源 它就会怎样 建立不同的process 所以我这些process 都是联动的 而且它彼此的关联 可能会有些 类似Folk的关系 那 这件事 导致说 我们在做rebalancing 就会有很大问题 就是说 我这Parent在哪里 我相关Charles 是不是要跟着 跟着搬迁 那这样会不会说 Parent在1的话 那我的相关 假设Parent在编号1 那我后面的Charles 是不是都一定要放在编号1 还是说 我可以放在其他的科 然后再来是说 这个 我要怎么去规划的话 你可以看到 注意到 这个要怎么规划 策略其实很多 这是其中一个策略 这其中一个策略 就是说我们去找 找出 IDLE最多的 然后呢 相对的 相对的说 我们去看 比方说看这个负载 而且这个负载呢 麻烦的地方在哪里 你看这个负载呢 你还不能看当下 你要看一个时间的 所以比方说 你可以看到在典型Unit的设计 会告诉你说 一分钟内 三分钟内 五分钟内 或是还有更长的统计 就是看说 我这个使用的趋势 然后再决定 我们要怎么去分配资源 好 所以你可以注意到 这里面有其中很多策略 我们刚刚讲 只是其中一个策略 但是很多时候麻烦的地方是 这个 这个rebalance 其实我也不会一天到晚做 因为其实 migrate的代价是很大 尤其在这个 处理器架构改变的时候 就改变很大 比方说有个东西叫NUMA 那我们要知道一件事 NUMA呢 它前面那个NU 是non-uniform 也就是说 我们前面讲到 Memory Assess的时候 我们讲到 Rended Memory Assess 所以就叫什么 叫做 RAM R-A-M 可是呢 好玩的地方是说呢 在某些处理器架构 它不是长这样 也就是说 它实体上的机体 它可能有什么 有四个单位 十六个单位 或是更多 那这个十六个单位 里面呢 它不是实体上连续的 所以意味着说 我今天要存取 第一个区块 跟存取最后一个区块 往往耗费时间 它不是一致的 这会有什么问题呢 这会导致说呢 因为我在migrate的时候 我会碰到不同的 机体的单元 我会有那个 中间相关的一些 像是NUMA架构来讲的话 它还有什么 它中间还有一个 CPU跟CPU之间 还会串接起来 透过intercontent也串接起来 所以导致说呢 在整个migrate 其实它的成本 是会不同的 然后再来是更讨厌的地方 是在这个 各位其实每天都遇到这个问题 就是你的手机面就遇到 就是在多核来讲 Cash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我们在讲这个之前提到 讲排程 讲排程之前 我们讲process 我们讲process的时候呢 就提到一些 像是Cash Line的bouncing 那这个就是一个 Cash导致系统效能的影响 那当然这种问题 其实是蛮多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议题是这样 在SMP来讲的话 你看我今天CPU有四个核 那编号是从0,1,2,3 然后呢 我今天存取这个memory的时候 都透过是一个 一个什么 共享Bus去存取的 可是麻烦的地方是 在NUMA架构 你可以看到一左一右 一左一右呢 它的这个memory 实体上就是不连续的 而且更重要的地方是什么呢 我如果呢 要从左边接续到右边的话 其实往往都要透过什么 透过其他的这个什么 处理器 透过一些写作 透过一些沟通 参与外交错 所以也就是说呢 原本你在SMP的架构下 单纯的SMP 你从0 migrate到3 这个耗费成本是相似的 但是在这个NUMA架构下 从0到3 这个路径呢 就很长了 所以它的那个成本就很高 所以我们不会一天到晚做rebalancing 那同样的这个Case呢 我们就可以去思考 思考什么呢 就是说呢 呃我们就会有一个 这个策略 这个策略呢 就跟CPU Topology 关 所以注意到 我们讲 Topology 就是讲这个 好 所以这个 Topology 很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我们在Migrate 其实它会有一个 一组接着一组的 以上面这张图来讲的话 0跟1一组 2跟3各自一组 就是跟它的那个 Topology 关 就是说我今天要怎么移转 然后呢 因为呢 移转的时候呢 像那些Cache 议题都要考虑进来 所以反正说 像我们正会说 像Cache Line 呃 或是说讲 呃这个叫什么 Cache Coherence 像这种 就是跟 Cache 一致性的议题 这个也我们要考虑进去 我们就把整个东西把它包装起来 叫做 Scheduling Domain 那 所以这个有这个 Scheduling Domain呢 它其实最主要就是 给予这个 Rebalancing 的提示 该做 什么时候该做 好 然后什么时候 该对哪个对 哪几个盒 做 Rebalancing 好 所以像这样 这样SMP了 我们就把它包装在一起 但是Neuma 就左右各自包装一组 好 然后呢 好玩另外要什么呢 就是说你看 0 0跟1包在一起 好 那所以我要 我要Migrate 的时候是怎样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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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整个 0123 这样子Migrate 好 然后另外一个议题呢 也很有趣 就是说呢 我们在很多处理器呢 会看起来乍看好像很多盒 好 像 另外一台 比方说有另外一台 MD的机器 好 呃这台机器呢 是MD的处理器 好 你可以看到说 这个是 这个 MD 这个什么 这个这个 重返荣耀的处理器 然后你可以看到说 这个是 呃 32盒 然后呢 好玩的地方是说 如果你打 用那个HTOP来看 你看到满满的 64个盒 对 就是 1234 然后一直连续到64 可是有趣的地方是 你买这台的时候 不是你买 是我买 我买这个处理器的时候呢 它明明上面写32盒 可是为什么看起来呢 是 64盒 然后 这绝对不是MD 送的彩蛋 注意到不是 就是说 这其实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东西叫 HT 叫Hyper Thread 就是说呢 我们在 你要考虑到一件事就是 因为现在的处理器的制程 有改变了 所以同样的面积上 就同样这个 呃 面积 我们可以塞入的电竞技数量 增加了 好 这是因为得益这个 制程的进步 好 那于是呢 Intel MD 这些公司就想到一个 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说 我能不能呢 再 不变动这个 处理器的架构 就是我处理架构 不说什么大概 但是呢 我把这个 呃 跟架构有关的 一些什么战存器啊 好 然后这个 这些 这些相关的描述 就是相关的一些状态 好 我用 我用 我把Dupicate一份 就是我做两份 所以就是一个 一个核呢 我可能有两个状态 好 然后呢 但是呢 这个 我真正的一些 R路 就是那些什么 算数逻辑的啦 你的浮点数 什么操作的 它其实没有两份 那所以呢 我只是把 暂存器跟它状态的东西 弄两份 所以你可以去思考一件事 这边印出来的32核 是实际上 它有真的有32核 的处理能力 可是呢 你在画面中看到这个64个 64个核 是打开的HT 因为一个核 就有两个状态 所以就是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技巧 所以为什么 我叫Hyperthreading threading 就是说其实 你就想要 我们讲的这个 作业器 我们讲的 执行序是什么 就讲说 我共享同一个 Agent Space 共享一个空间 然后我 用两个任务切换 所以你可以去思考一件事 其实它就是 用硬体做了 这个切换的事情 注意到 一个CPU Core上面 它其实它的state 这个跟架构有关state 它可能不是只有两份 也许它可以用更多份 就看就是 看我怎么去设计 所以我 最近我看到的东西是什么 是两个逻辑上的CPU 那可是呢 这个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因为真正的执行的资源 从那些ALU 从那些浮点数运算 那基本上还是一个的 所以就会有什么 就会有竞争的问题 就要浪 所以注意到这个 HD打开的时候呢 就会有 会有这个浪来浪去问题 这有什么问题呢 这会导致说 执行的时间会有些延迟 所以如果说 你去看那个 跟Linux LeoTime有关的材料呢 你会发现说呢 人们会建议什么 人们会建议说 LeoTime的时候呢 要把这个HT 把它关掉 好 好 就像 这样的一个议题 像这个 好 所以可以看到说 有蛮多人会讨论这个议题 就是说 我这个 打开 hyperthreading 就是说 或是缩写的 HT 那这样的情况下呢 对我们这个 LeoTime是有影响的 所以像有人就会直接建议说 我就 我就把这个 HT 在BIOS那边 在议题设定中 就直接把它关掉 好 但是呢 我们今天设计作业系统呢 就要考虑的议题 就显然就 因为这件事就变多了 好 所以 我们在逻辑上 作业系统逻辑上 看到两个 两个CPU 但是实际上呢 在实际上只有 一个Core 只是它有一个对应关系 然后 再来是说 如果说我们去思考说 有两个 具备有HT 能力的处理器 所以我 逻辑上看到是四个 四个CPU 但是只有两个CPU 真正的来做事 所以注意到 因为 因为你看到这个 两个CPU 其实 就是说 实际上两个 逻辑上四个 所以你看到逻辑上四个 CPU 其实是什么 是状态 状态的 保存 跟切换 好 好 然后呢 注意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就是说这个 就是说 这边提到一个Cache的问题 这个Cache的问题 因为我真正的这个资源 真正的资源 像那些ARULA FLOWING POINT 或者包含说你那些BUS 这个 都是原本就是限制住的 所以你虽然有两个不同的状态 但是呢 这个 这个 在Cache来讲 你要思考议题 其实是相似的 好 那你看到这张图呢 就会变得很麻烦 好 就是说如果呢 我们现在是NUMA 再加上Hyperthreading 的Domain 所以这时候呢 就会有一个好玩的状态 你会看到 左 右 你会看到这个 就是 左边两个 是叫做NUMA Domain 第一个 就是ZERO Domain 然后另外一个 右边两个 它是NUMA Domain 1 然后各自管的CPU 比方说 4567 这个东西是Domain 1 好 但同理0123 是属于Domain 0 好 然后 有意思的地方在哪里呢 你看到 就是 在这个时间点 你可以看到说 呃 我们实体上 封装起来 0跟1都是什么 0跟1都是实体 实体上的一个CPU 但是逻辑上呢 我们看到一个是什么 是 逻辑上可以看到 0跟1 好 但是实体上其实只有一个 好 好 那所以呢 我今天要去做Migrate 好 或者说我要做一些 相关的一些排程的时候呢 我是怎样 是0 1 2跟3 好 4跟5 6跟7 一直累退 这样做一个切换 好 好 然后呢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议题 就是说呢 像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Maticore 然后跑遇到Cash的一致 好 然后Cash呢 可能会有什么 在多核架构下 还有可能有不同的Cash 好 从原本的Level1 Level2 甚至还帮助说有Level3 好 那到Level3的时候呢 这个空定就很大 就是说 我们Level1的一般都很小 然后比方说你有 可能有16K啦 64K啦 这种 就是已经算很多了 但是呢 Level3的时候呢 就怎样 它就是好几Mega 好 可是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个Cash Cash你还会看出它是Private 还是Share的 Share的话就会麻烦 Share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像这个议题 就是 那我们就要考虑到这个 Cash資料的一致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那种 一些写定啊 比方说这个 像MESI 像这一类的 就是你会有很多这种 这种相关的Protocol 然后专门来做什么 在做这个像Cash Cash公约认识啦 还有本来说 你要怎么去调整 好 然后 所以你可以看到什么事情呢 就是 我们讨论到现在呢 发现的话 我们有探讨了 就是说Python 到底要该注意什么 比方说有一般的 一般的任务 或者Level3的任务 然后呢 我们在底层来讲 会要去思考什么 像刚才讲的一些什么 嗯 我不同的排程策略 那我就等于我怎么去 怎么去实作 比方说我的Run Queue 我要怎么去安排 那 再来是说我们要知道 这个Schedule 比方说到O1 Schedule 它在意的O1到底是怎样 它有个Beam Map 对吧 然后呢 你要怎么去挑选任务 那你要怎么搭配Priority Queue 去做什么设计 对吧 然后再来是说这个 继续在O1 Schedule的话呢 我们要搞懂它的 用的这个资料结构 用的策略 那它不是每个环节都是O1 然后再来是你要懂这个 CPU Topology 所以像我们来说 SMP啦 NUMA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探讨一个 也是蛮有趣的东西 就是来看这个 对应的这个API 好 那我们就来看 我们刚才已经有介绍过那个 人善备灵7 这个很好记录 就是那个nice 就是这个数值 -29到19 但是呢 这边还有个有趣东西 这个叫做东西 setPriority 来看一下 先回顾一下nice 注意到nice nice的话是说 我用这个 命令呢 我可以 执行这个 执行这个 执行命令的时候呢 我可以对应什么 对应给它一个 nice value 原则上它是静态 但是像setPriority getPriority getPriority 这个东西很好去 这个东西就是动态的 好 先来看一下底下的这个 说明 底下的这个 conformingTo 好 注意到这个 这个 setPriority 跟getPriority 它这个 它是posis的标准 posis达1的标准 所以你可以看到 2001 2008 然后这个东西真的要追溯的话 其实在 4.4BSD 就出 4.2BSD 就出现 它的这个界面 然后在unis 的东西叫做 System5 注意到这不能念SVR 不是那个SV房车 这要念System5 那个V要念5 表示版本 然后System5 Release4 所以称为叫SVR4 这要念System5 Release4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这个其实这个东西 出现很久了 就是这个 以Unis的历史来讲 这个 BSD的那年代就出现了 这个算是很久的东西 好 然后认真看一件事呢 你会发现说 这个东西呢 跟你想象中的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有没有看到 这边会讲什么 它的参数一个是 which 然后who 所以看到这个东西 有which 跟who 然后 这个setPriority 你知道那个Priority 你拆得出来那Priority 放到最后一个 所以要先搞懂 quitch跟who 到底是什么关系 好 这个东西呢有点梗 来看一下 好 第一个来看一下 就是说不管setPriority也好 或是getPriority也好 它基本上呢 它的 它处理的对象是什么 是一个process 或是processGroup 或是一个user 所以我用这个东西呢 去指定了什么 就是 所以我用quitch跟who 去指定 好 所以注意到这些东西 所以呢在这边来讲话呢 这个有id 底线t 好注意到在 unis 或是在西元里面 底线t都表示用type define 定 所衍生出来的这个形态 然后这边来讲话 这个idt呢 好注意到 所以这个idt呢 就搞是什么 是say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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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被 取得 或是修改的这个 优先取得对象 好 然后呢接着我们要去搞懂这个quitch 好 quitch这个东西呢 就好玩了 好你看这个quitch 好 这个quitch呢 就去设定 就是你可以看到说 它是 它是说是 priority process 或是 priority process group 好注意到 这个p grp 在unis来讲话 就是unis的衍生系统 很讨厌的 就是很多缩写 然后呢或者是什么 或是以使用者为主 所以呢我先透过这个quitch 就是先搞清楚我们的 试用的对象 好 然后呢再怎么 再去解读 或是 或是 一个对应 对应的这个quitch的值 好 好 然后 注意到这个值 就是那个priority的值 那个值呢 你看到这个值 就是设定什么 负20 去20到正19 好 然后这个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范围 然后这个 其中负20 人最坏的时候 怎么样 人最坏的时候就可以去抢占很多资源 好 好 那人最好的时候就只要让出来 就是这个这个基本设计 好 那它预设的话就是设定成雷 好 然后它不是叫你要看note 好 注意到这个note可好玩 看一下 好 然后呢 这个 如果说你要看那个 nest值的那个变化的话呢 其实你要看这个schedule schedule schedule 7 这样会来查阅 好 然后接着去看一个议题 就是 这个是linux的main page 那个main page呢 其实它会一直变动 因为linux是活着的作业系统 它不是 它不是制定的标准 然后就不再发展了 或者说制定的标准之后 然后只是做维修 好 不是 linux是一直在革命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为什么这个作业系统 它会超越 2300万行 就是因为它一直在革命 就是时时刻都在革命 那革命的过程中呢 就会有些行为上会有些落差 所以注意到这个议题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像那个 有个议题呢 叫什么 autogroup 就是说我这个 相关的形成 比方说像刚才举那个浏览器的例子 举浏览器的例子 举浏览器的例子来讲的话 就是你会有个主要的画面 但是你相关的分页 其实这个东西是相关的 它会有这个group 那我们在这些建立的时候呢 我们怎么知道它那个 它的group的关系 那所以呢 在这个linux来讲话呢 它也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机制 就是在2.6.38 有这样的机制 就是放说这个nice字 也会有什么 也会有继承啊 或者是一个相关的调整 好 然后呢 再来是什么呢 注意到这个东西 当你透过folk 所建立的那个child process呢 它会继承 它的parent nice value 所以注意到这个东西 好 那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透过esecb的时候呢 这个东西这样 也会被 也会被 被跟着去传递的 好 然后再来是 呃 再来是 一些范围 好 然后 注意到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刚才不是讲到这个 呃 这个 正的 就是nice value 但是你会看到说 其实nice value 我们在表示的时候呢 比方说有-1啦 或正1啦 -19啦 这样的一个数值 可是好玩就像什么呢 在kernel里面 正在linuskernel内部呢 它表达数字是什么呢 它是 40到1 所以注意到这个40到1 好 那所以呢 这个 因为 负的值要拿来当什么 要当lcode 所以这个你可以很老去 它其实有个变换过程 所以你看 我-20到正19 那我在kernel里面 就要把它转换成什么 转换成 40到1 然后注意到它的写法是40到1 不是1到40 就表示 从高 然后到低 然后这样才会把它对应到这个写法 好 所以呢 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状况 就是说-20到正19 它是positive的标准 但是在linus在讲实作的时候呢 我们会觉得落差 所以这个是 如果说你先去读一些书本 像恐龙书这样的书本 再回去看linus的时候 有时候会转不太过来 因为linus的实作还是很有弹性的 linus的实作有时候是很浪漫的 不是每一套标准它都是 一样化糊涂的财纳 那么往往呢 linus是 这个叫什么 务实主义 好 然后呢 再来什么呢 再来是说呢 呃 在现行的这个设计来讲话呢 就是现行的这个linus的设计来讲话 是这个linus跟 linus透过MPTL 好 那linus透过MPTL的话呢 好 这个就很有趣了 这一段 它跟你讲什么呢 就是 呃 事实上呢 这个nice value呢 其实它是这样 它是每一个thread 它的一个属性 好 然后 所以 我呢 在同一个process里面 可以有好多个thread 好 所以再讲一下 在linus的设计来讲话呢 process是一个 你就相当于一个容器 好 那上面可以执行好几个情绪 好 那这个好几个情绪呢 它可以有对应的这个nice value 那这时候很尴尬啊 你看 再重新思考一下 以前呢 我们用透过nice value去干嘛 去改变一个process的 去设定一个process的 一个nice value 对吧 可是 因为我一个process上面 可以包含好多个thread 那每个thread呢 它其实也可以有一个什么 对应的那个nice value 那请问整体要变什么 好 这件事就有个非常问题 非常复杂的问题 所以就 你要了解这个问题 好 我抛出这个问题之后 但是我现在没办法 立刻告诉你 因为你要去思考 这个process process group 还要帮你说 后续的讲c group 好 那这个东西注意到 这件事呢 其实就是linus特有 那这个 这个对这个程式的影响是什么 比方说你想原本的程式 来自Solaris 来自BSD 或是来自那种 其他的商业的这个作业系统 然后他的 Value的做法可能不是这样 但是呢 我把这个程式移植到linus的时候 因为毕竟 依循那个posits的标准 很多时候乍看起来很像 但是这个行为 会导致什么 导致排成会不同 好 这个要特别去注意 好 好 然后休息一下 好 所以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在 像这个set priority 跟get priority 那过程中我们要了解 不只是nice value 你要了解说这个 你要操作的对象 一个process 或者一个process group 甚至一个user id 所以你会有这个quich 跟who 就是这样一个组合 就是这个 这也是这个unice的风格 也蛮奇怪的 就是故意到处都是这种数字 然后来表示 好 然后 再来是一个东西我们称为叫做schedule affinity 这个affinity这个字很好玩 这个字呢 如果去查阅它的那个 dictionary dictionary diction 你会看到说它的那个意思 有点趣味 这个字呢 要把它对应成中文不太好翻 就是 英文多字都是 比较抽象 像这边来讲的话就是说 你可以看到一个字 就是说 其实像人跟人 会有些喜好嘛 比较说 像 总会有 总会有像是 有些人就是比较喜欢聚在一起嘛 就是 像什么 就是说 可能会有那种主臭之夫啦 或者说某一个是什么 因为一群兴趣使然 像各位 就是为什么会关注这个linice核心设计呢 因为你对linice是有憧憬的 是有期待的 对吧 所以你才会用自己的下班时间 下课时间 再继续探索 这很好 所以像这种 彼此之间因为有一些共同点 它会相近的 像这个 就是这种 所以 所以 以这个 我们今天这个意思 去取这个意思 就是说 两个人 它是有一种 有一种 因为某种关系 某种特性使然 导致什么 它会有个倾向 就是 倾向会 会找谁 一起来 来做某件事 好 所以这边来讲的话 scheduleAffinity 也是这样的东西 就是说 我今天呢 我可以去设定说 谁跟谁 应该要在一起 谁跟谁呢 不应该在一起 像这种描述 所以我就会有对应的叫 scheduleStateAffinity 跟 getAffinity 好 注意到一件事 这个 setAffinity 跟getAffinity 先来看 先来看 它的标准 conforming to 好 然后注意到一件事呢 这个东西呢 它就不是posit的标准 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就是linux特有的 好 注意到哈 而且这两个东西呢 就是系统呼叫 所以就要搞清楚哈 我们今天前面讲那个 setPriority getPriority 这个是什么 这是posit.1 的标准 但是呢 这个scheduleStateAffinity 跟getAffinity 是linux的系统呼叫 好 然后 注意到它的这个用法 它的这个 你可以看到上面 它的代理参数 就是比方说它这里 pid 好 然后呢 再来是一个东西叫 cpu set size 好 然后最后是个mask 好注意到哈 你看到mask 就要有一点概念 好 所以我们人家去思考一件事呢 今天这个什么 今天我的cpu topology 不管是长什么样 它可是neuma 或是antun的smp 我不管它怎么放 它之间呢 都会有一些 都一些观点 好 比如说01 23 好 因为这个东西是什么 是因为开了ht 好 所以01摆在一起 23摆在一起 然后这件事呢 会反映到什么呢 会反映到你的排层 好 所以我们最大的讲话呢 就是 呃 这很好玩啊 你会设定一个什么 设定一个bmap 就是 透过bmap去设定说 诶 我排层的时候 就是 哪几个人要把它放在一起 所以我就会 注意看它有这个 这个 这就很好玩啊 你看这个有个结构叫做 CPU Set City 一样是用什么 type的地方定出来的 那我就给一个指标 告诉什么 告诉说 我今天这些东西要怎么排 好 所以看到这个东西好玩啊 就是 这里 他说在多处理器的系统里面 那这个 这两个系统呼叫呢 它的用意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去截取 我去设定 设定一个什么 我称呼叫 Affinity Mask 这个Affinity Mask 的用途来干嘛呢 就是 对我们潜在的效能 是会有影响的 因为如果说你 冒然去做migrate 然后往往可能在浪费时间 但是呢 如果你又不做migrate 就会有一个问题吧 就是你可能某一个任务 就是死死的被限制住了 所以往往呢 我需要做一个很重要的设计 什么 我应该要依据我的特性 就是依据我这个任务的特性 好 依据我的规划 某一个核 某几个核 专门做特定的事 那某几个核 又做别的事 去把它做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切割 好 那所以我们称为这件事呢 就叫什么 叫做这样的一个做 做Affinity Mask 我们称为叫什么 叫做CPU Set 好 那所以呢 CPU Set呢就是描述一系列 这个什么 一系列的这个 Mask 好 好 然后 然后 那注意到一件事呢 这 不是每次都可以 都可以成功的 所以注意看它的那个 返回值 这个返回值很好玩 这个返回值呢 在不同的核心来讲的话 会有 会有不同的这个 设定 比方说呢 这边会有个设定在这里 1都是表示错误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PERN 那PERN呢 你只要看到 PERN 就会看到 想到什么的东西呢 就是它的那个Permission 或者是它的Privilege 就是 就是不同的 好 好 所以比方说这边跟你讲的是它的这个不同 好 然后注意到一件事呢 今天有加一个CAP 有没有看到这个东西有CAP 这边CAP呢 就表示什么 叫做CAPability 好 就是在 呃 这是Linus来讲的很有趣啊 Linus作为一个Monolithic Kernel 他很多时候的有些设计呢 是跟Micro Kernel 学习 好 像这个 也许你有听过 像这个SEO4 SEO4 它是这种CAPability 为导向的 好 所以它就是 这边讲CAPability CAPabilities 好 像这个 很多Micro Kernel都会号称 号称是什么 它是这个 有CAPability的设计 它的CAPability的设计是什么呢 就是说 它把那些系统的那个操作 好 就是系统的资源 因为我们知道 就是 作为系统来讲话 其实它就是来管理这些资源 调度这些资源 或是说 呃 提供一些服务 给什么 需要的人 往往就是 各式各样的任务 往往就是各式各样的程式 然后 CAPability 这个东西很讨玩的 这个是在 典型的Micro Kernel 都有 Micro Kernel 多少都会引入的这个机制 它试着去描述 描述说 呃 每一个thread control block 然后我可以有个对应的一个什么 capability 然后告诉作为系统说 这个 这个thread 它可以做什么事 比方说它可以存取机体 某部分 或是它有能力跟其他的 之间去沟通 或者说 我获得一个授权 这个授权是什么 比方说我可以去 呃 阻断某些操作 就是说 我做网络操作 做完之前 其他人是不能跟我抢的 诸如此类 那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 诶 原本那个概念是在Micro Kernel的设计 但是呢 Linus 作为一个Monolithic Kernel 是很有趣 就 把很多Micro Kernel的观点 融入进来 所以也许你还听 还记得吧 就是那个 Minus跟Linus 有一些debats Minus Minus debats 就是他 就是这个东西吧 就是这个 啊 Professor Andrew Bauman Andrew Tillerman Andrew Tillerman 跟那个 跟Linus Tuas 两个的PK 就是PK说 谁的东西比较好 那 这是他们的辩论很多 那这个辩论呢 这个 从1992年啊 一直到 08年都有 就是这个很经典的辩论 那当然最精彩的辩论 是在1992年啊 那当时的 Linus Tuas 就才华就洋溢出来了 因为那时候 Linus Tuas 其实是 还是一个大学生 而且他的Kernel 是1991年发布的 那1992年就跟这个 跟这个 追凶领域的大神 去PK了 然后 那Linus Tuas 讲话一开始是很客气的 那后来他就 曝露出他的这个 打 嘴炮的能力 所以人家知道一件事啊 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工程师 光只会写成诗 真的是不够 会写成诗基本款 如果你连写成诗都写不好 那你要想一下你发生什么事 就是说写成诗 写的好事真的是基本 因为这跟本科没有本科 还是什么 什么才华 真的是没有关系 就是你应该就该会了 那当然 你可能有些工具的驾驭 不是那么好 那你可能要再继续摸索 那但是呢你要想就是 作为一个工程人员 沟通很重要 所以你看 从1992你就可以看到说 什么 那个Andrew Tinoban 跟那个Linus Tuas 在PK的时候 这个Linus Tuas 讲有些话 就讲得很猛 而且蛮有意思的 你可以慢慢看这个debatch 那其中呢 这个Linus Tuas 就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路 他的思路说 虽然Michael Knoll有很多创新 我们千万不能忽略 Michael Knoll提出来的时候 在1980年代提出来的时候 是很多人专注的 像第一个那个什么 Mark Michael Knoll 这个Mark Michael Knoll 是在1980年代 然后他是非常成功的一个 非常成功的Michael Knoll 你可以看到说 他最早在卡内基美容大学发展 然后获得Microsoft 或者 后来 遇到Apple 反正就 可能发来很多公司采纳 这个什么 就很多商业公司采纳 包括说IBM 就是看到当时大咖 80年代 90年代的大咖 IBM Microsoft Apple 对 光这三家就很吓人 后面还更不要讲了 后面还有一些什么 一些工 一些那个工业电脑的公司 所以可以看到说 80年代 如果你只看那个市场的这个 投入的状况 你可以甚至可以说 Michael Knoll是大获全胜 就是以这种市场注入的资源 尤其是IBM 在Michael Knoll上注入的资源 是很惊人的 但是Linus-Toraz在1992年辩论 他就说到什么呢 他就说到 Michael Knoll 虽然上面有很多创新 但那些创新其实都可以移到 比如说像Linus 这样的一个monolithic的Knoll上 所以这个很有趣 然后你可以思考 就是说 像早期的那个 Mark Michael Knoll上 有发展的什么 虚拟记忆体 但是后来呢 这个东西一直到哪里去 一直到BSD 然后Linus 又把这个东西重新吃出一次 某个角度也是把这些精神重现 所以 虽然 Mark Michael Knoll 他上面引入很多进展 很多创新的发明 不管是像 不管是像那个 刚刚讲虚拟记忆体 或者 像是ACL4 它的capability 但你发现 其实这些东西 其实也可以移到哪里 移到Linus Knoll去 就是Linus 对这个 Micro-Kernel 跟Monolithic-Kernel 这个PK 那当然 Micro-Kernel还是有些 很特别的地方 比方说 我们会讲个东西叫TCB 注意到我们讲 Micro-Kernel的TCB 不是那个 不是那个 Ctrl-Block 是 是讲这个 Trusted 这讲那个 computing-based 就是我们讲那个TCB 就是讲这个 讲这个字 这个 就是 在作业系统设计 在电脑系统设计 你要信任的区域有多大 如果你的TCB越小 越精准 那你系统的管理 系统的这个 保护程度 就可以做越好 这道理简单就是说 就像 就像你要 那个什么 你的信任圈 对不对 你表示你有个秘密 告诉人家说 其实我是喜欢男生 对不对 就是像这个 我虽然结婚了 但是我喜欢男生 对不对 像这种秘密 那这种秘密不能跟太多人讲 至少不能随便跟老婆讲 这个人 只会被你断背山 还会崩溃 所以像这种秘密怎么办呢 你就跟一两个人讲 但是呢 你知道秘密之所以秘密就是 他有时候是捕风捉影 所以 今天发现我喜欢这男的 可是后来发现 我还是很爱老婆 也许我还是喜欢女的 所以像这种秘密 还是更新 那你要更新的话 一个小的TCB 一个小的信贷圈 就很重要对不对 你就要更新这八卦 或是澄清八卦 好 那反过来说你的这个 你的这个信任圈呢 如果把它扩得很大的话 是很危险的 因为你要这个 资讯要同步的时候呢 就这样 会有一些不一致 而且它泄漏风险 就这样就大 所以注意到呢 我们今天讲这个安全观点 我希望我们的TCB 是越小越好 越小 而不是越小 越小而精准 才会有效 所以这个时候呢 在Micro-Kernel 的设计呢 就很关键 所以比方说这个 SL4 它作为Micro-Kernel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做为Micro-Kernel 这个执牛耳者 甚至可以说 Micro-Kernel的掌门人 那他们就一直在强调这个 他们有个很小很精简 而且是透过数学上证明 帅呆了吧 数学上证明这个东西是吧 这是安全可靠的 但注意到 它证明对象是很小的一块 一个部分 不是对所有在执行中的地方 做数学验证 不是 只有其中一部分 好 然后 所以呢我们今天讲到这个 我们刚刚讲什么东西 讲到这个Campability 那这个Campability呢 其实就是这样 其实这个观念也被Linux 从Micro-Kernel 带入到这个 Monolithic kernel里面 而且这里面呢 还创造一个东西 叫Namespace 注意到 这个东西呢 在过去呢 往往只有Micro-Kern都有 但是Linux把这个东西重现了 那这个东西具体的重现的方式呢 叫什么呢 叫 SE Linux 注意到不是SE有方法 是SE Linux Security Enhanced Linux 所以它做策略是什么 它就是 它是由美国国防部 所引入的 最不要怀疑 就是美国国防部 那 他们把Linux做一个扩载 做一个扩充 它把Linux的一些权限 把它是怎样 其实很细 在过往呢 比方说过往 有个很经典的东西 叫什么 CH MODE 然后777 对不对 可读科学 可知型 对 像这种东西 以前的这个 档案全线设计就是 用八进位的方式去表达 所以会有个777 77 77表示什么 User 是可读科学 可知型 然后 Group 是可读科学 可知型 Other 所以就是说 这档案的权限是 谁都可以改变的 那当然你可能有设定不同的值 比方说600 644 666 7700 711 那这个东西就是不同的 可读科学 可知型的一个排列组合 但是这样的东西 是有很大问题的 这样的一个做 这样的权限管理 太粗糙了 往往需要设计的权限管理 是这样 是要定的很细 不是只是针对档案 而是比方说 我这个程式可以执行 但是我不能去PIN 我不能去DOWN 和客户Message 或者我不能去询问 其他人 其他的Process 那Tony 像这边来讲的话 就会有个Permission Privileged的问题 就是说我今天要去设定 我的Schedule的Affinity 但是 因为我权限不够 被拒绝 这是有可能会发生的 比方说 这个是无效的 像这个 来讲话 就是说 因为我在ScheduleAffinity的时候 我的那些CPU Set 那些bit mask 它要是合法的 要是正确的 如果你这个给定的东西是错的 或者说你不具备改变这个 改变这个 改变这个Affinity的能力 那应该要被拒绝 所以注意这样 这个很有趣 好 然后 再继续看 所以你会发现说 其实 真的还蛮多议题 可以去思考的 好 那在这边讲一个东西叫EAR 那我们之前有讲过说 讲到什么东西呢 我们有讲到 协同式多工 跟什么 跟抢战式多工 上面是 协同式 合作式的多工 那 合作式多工是什么 就是说 我今天用CPU资源的时候 是我主动Lunk出来的 比方说 就是有点像 像那个 你小时候不是 可能有个经验嘛 就是 你老妈煮了 煮了什么 绿豆汤 或者好吃的东西 给你跟你的妹妹 或者你的姐姐 哥哥啦之类的 然后 那你们两个人呢 就有时候很困扰的地方 就是 这个 这个汤呢 这个好喝的东西 一下就喝完了 那但是你的姐姐 可能比较精明 因为 毕竟 她比你多活 可以一两岁 或者更多岁 她经历比较多 所以她看到 好吃的东西 好喝的东西 她没有急着把它喝完 她慢慢喝 可是呢 因为你就 比方说看她冰冰凉凉凉 就把它喝完了 所以你这时候 遇到很糟糕的状况 就是说 虽然 你妈妈 为了两个人 或两个小孩 准备了两杯饮料 或是 两份 不多不少 可是呢 因为 你当时在 使用的时候 没有处理好 所以这时候呢 就麻烦 你还是嘴长 还是想吃 那这时候呢 你的姐姐啊 哥哥啊 她就同情你 或者她就是 好 我就分一点给你 好 那分一点给你的时候呢 她通常是这样 就这样 像湯匙一样 一次咬一点 一次咬一点 对不对 如果叫她把它切割成 一半 然后分给你 直接分给你一半 她可能心理上 也觉得不舒服 或者说 你可能也不好意思 吃那么多 所以呢 她一开始就是 在那边咬一口 然后在那边吃一口 那你咬一口 再吃一口 那这个东西 就是合作式兜工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一次要占用多少资源 要占资源占多久 完全取决你的良心 但是呢 抢占次做工的不是这样 抢占次做工的就是说呢 我呢 做个任务 他会有个指定的时间 注意到 我 我 追求 只允许 在某个时间 你使用这个资源 超过时间 就这样 就归还 或者让给其他人做 所以他不是主动让出去 所以注意到 我们讲这个一言是什么 主动让出 因为尤其在这个 你懂吗 尤其在中国 这个 离让 这个东西有时候是很尴尬 有时候叫做被离让 唉 我也不想讲这个东西 但是注意到 我们讲这个一言是 主动让出来 这叫做一言 那如果 抢占次多工的人来讲的话呢 这一言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效果了 好 因为作为系统就是这样 掌握 生杂大权 就是说他不会让你 超时的使用资源 他也不让你说 我使用个资源超过一个时间之后呢 我继续用 不行 这个东西就是抢占次多工 好 那这个导致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说 我们前面不是讲到CFS CFS 它的最主要诉求在公平 好 那这时候有个有趣的问题 就是说 如果呢 我在这个 CFS上 我去呼叫Yield 到底有没有作用 这个很值得思考 好 这个 Schedule Yield 好 那你可以看到说 在这个 这个 有一个 有一个 系统呼叫 叫做 ScheduleYield 注意看 这个东西 它是在 它是在 Pazis有定义 Pazis 達1 2008 都有这个定义 好 好 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注意看这个东西 好 先记结论 结论是什么 这个Yield ScheduleYield 总是会成功 所以 它什么 它的回传值不重要 虽然它有回传说 回传成功的时候 回传0 失败的时候回传-1 这是Pazis的定义 但是在Linux上 它总是成功 也就是说 这个回传值总是0 它不会有别的数值 好 重新看一下这个东西要干嘛 这个系统呼叫的作用是什么呢 它其实呢 就是说呢 当我一个任务 好 我现在执行了 但是我想要 把我的咨询权浪出来 我想让别人去执行 好 那注意到一件事呢 这个东西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是要求排程器 重新排程 对吧 好 那这个东西承讨完 那是什么呢 在Linux上呢 它总是会回传值 好 那在Linux上呢 到底有没有真正的效果呢 你看这个东西 这个 这个事实上呢 如果说你的系统呢 是要支援Pazis的标准 你应该要有一个Schedule Year的 好 可是呢 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好玩的地方是说呢 在这个过程中 在这里 好 我们在Linux的状况下呢 就会变得很有趣味 就是说 如果呢 你的 你的应用场景呢 是针对这种Lew-Time Scheduling 也就是说 我今天排程的是比方说RR RR是什么 RR就是WRubbing 就是说 我的任务呢 是每隔一段时间 比方每10ms 我再切换 所以我A跟B 如果是用RR的方式去排程 也就是说 我的Time Size 切成10ms 的时候 我就是每10ms 是A 那在下一个10ms 是B在执行 那以此类退 就AB 在这个 这样的执行 然后这样的东西呢 在 在Lew-Time的排程来讲 是有意义的 就是说 我原本 比方说我原本是AB 但是呢 我的B 其中一个任务呢 我现在执行了 我要让出来 这是不是可以 那或者说那种FIFO FIFO就是First In First Out FIFO 那这个FIFO的话 就是说 就是先进的先处理 然后进的后处理 然后所以 一样如果呼叫Schedule Year的 也会有作用 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当我们不是在Lew-Time排程 也就是说它不是即时的行程 它是一般的行程的话 你呼叫Schedule Year的 它其实它导致 很有趣的状况 就是什么 Nondeterministic 也就是说 最后的行程到底是怎样 其实是很难说的 然后 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呢 你的城市有可能会 因为这件事会崩溃 也就是它的顺序 跟你想象中会不一样 因为城市开发者 在设计 比方说不同的行程 不同的执行区的时候 他可能会思考一个什么 思考一个执行的顺序 可是好玩第一方是 因为针对不是Lew-Time排程 也就是一般的行程的 一般的排程的 即使你去呼叫Schedule Year的 其实它导致就是 它没有明确的结果 所以这件事很有趣 而且呢 在这边来讲话 如果说你 没有妥善的处理 也就是说 如果你在呼叫Schedule Year的 在不好的场合 就是说 比方说我这个 资源使用很紧张的时候 平减的时候 那你用这个Year的 其实它有时候会有反效果 所以你看这个东西 因为你可以看到说 如果你的Schedule Year的 没有处理的话 它可能会导致一些 没有必要的Counted Switch 然后当然这件事 对系统效能会有影响 原本像CFS 同个时间 同一个盒 只能执行一个任务 那可是呢 在那个CFS来讲话 它就尝试怎样 去提出这种Bend-Wiz的概念 就是说 比如说 我有一个水管 那我可以有A跟B 那我A跟B 可以各自占50% 所以注意到 它有这样Bend-Wiz的概念 也就是说 CFS 它调整的那个 精准 它的那个精细度就更细了 那 可是麻烦的地方是说 因为提到 因为这个本身 如果说你用Schedule Year的 其实它导致的最终结果是 不可预期的 所以 所以 综合来说的话 你会发现什么事 你会发现说 就会有一个观点 这个观点是说 在CFS以后 就不应该怎么 就不应该使用Schedule Year的 除非你要用RealTime Schedule 所以注意到 这是一个 这样的一个 变化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它今天在讲说 除非你要使用这个RealTime 否则这个其实 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去看的 就是说 因为它的这个 尤其在CFS以后 这个Year的 其实它的 作用很有限 而且可能导致一些 跟预想的不同的地方 好 那所以 我们终于呢 把这个 第一个部分 就是有 快速去探讨过 那 终于终于 我们可以前进到第二部分 这个第二部分呢 也很有意思 好 然后呢 所以你看到说 我们在探讨的东西 就是这个CPU的Schedule 那我们在刚刚已经有探讨过 这个O1 然后 我们有这个O1的基础 有这个Bmap 然后也知道这些像是 Schedule Affinity 或是CPU Topology 之后呢 我们终于来前进到CFS 然后 然后除了CFS 以外呢 我们也来探讨这个 RioTime的排程 那注意到 在这一份投影片 写那个RioTime的东西 没有那么清楚 所以我们 所以我们在这边呢 在 在贡笔底下呢 有补充 就特别 拉一个章节 专门讲RioTime 那特别注意到 RioTime 在最近 尤其是今年 今年 Linux的RioTime 处理也有可能会有 一个很大的变动 因为 过往发展十几年 Prinet RT 还有相关的成果 已经陆续的整合到科农 那今年是一个非常重要一点 就是说 这些RioTime的成果 会 有机会是 直接变成Upstream 也就是过去可能 就要通过Prinet RT 或是其他的Patch 那今年来讲 这个在Kernel开发者 一个重要的目标 所以 一旦这个东西 纳入到Kernel 正式的 对RioTime的资源之后呢 真的很多议题 就要重新思考 不管是DWiDriver 不管是那些 比方说 对资源的使用 像那些 Fire Assistant 甚至刚刚讲说 User Space的行为 往往呢 都会有很大的一个摩擦 当然 也不要觉得恐慌了 真是好玩嘛 就表示这个 令了世界大要紧 好 然后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我们讲这个公平 公平到底怎么来的 就是 比方说呢 我有50个任务 那每个任务呢 应该要什么 应该有个 20%的CPU Time 那这个 这个就是一个什么 它就是讲这个 比例问题 好 可是呢 这样的东西呢 是真的你要的嘛 再重新思考一下 这东西有点像什么 就像台湾的教育 对不对 每个人说我要读大学 所以搞到后来 大家都可以读大学 但是读完大学 可能还是有人觉得 没有学到东西啦 对不对 这是你要的嘛 问这个东西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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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不舒服 但是你知道吧 好 好 然后呢 所以这个 这件事呢 就很有趣 就是说 我们要去思考 上面这种方法 就是有50个任务 那每个任务占2% 就是占50分之1 真的是你要的东西 所以你要去思考 那 因为过程中我会有什么 优先权 过程中呢 会有一些 需要跟使用者互动的 比方说前景的程式 注意到前景跟背景 都是相对的 比方说像 Bash Bash它有个东西 Jug Control 就是我可以控制我的任务 它的前景跟背景 其实也是看什么 有没有跟使用者互动 有跟使用者互动 就叫前景 那没有跟使用者互动 就叫背景 好 那可是呢 那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个往往对使用者来讲 尤其是使用到桌面系统的人 它其实关注的点是很不同 关注点是在于说 我能不能让这个反应时间 我输入一个自串 我敲某些按键 我滑鼠点某些事 或者说我的手机 按哪些按钮 我可不可以早一点看到结果 哪怕这个结果不是很正面的 哪怕这个结果好像没什么用 只是拖延说 这个什么 Windows重新安装中 这个Windows已经装到99%了 请你再继续等待那1% 可能要等一个小时 或者等更长时间 或者是不会结束 但是这个不管 它就是一个回应 注意到 这就是使用者要的 其实使用者要的 往往它不是很高深的东西 它要的就是 你要给它交代 你不能给它 你不能给它插子 不能给它lik-by 就要给它交代 然后再来什么呢 你还要考虑到 前面不是讲过tobolage 然后呢 还要考虑到什么 使用者 所以不同的什么 不同的unit的usure 对 就是我不能只是看错 造这个process的数量 其实我们要看错 这个process来自谁 所以诸如此 你会发现说 其实我要设计一个什么 设计一个合理的排程 其实真的要考虑到 蛮多议题的 好 就这样 好 刚才提到的就是 排程 就是说 我们在设计排程 真的要考虑到议题 绝对不是照 单纯只照比例 然后 所以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去思考 就是 呃 你可以看到一个 很有趣的状况 就是我们之前 追求的一个 呃 O1 Schedule 毕竟它就是一个 一个手段 那这个手段呢 足不足以让我们解决问题啊 这就是我们作为工程商人要去思考 我们在理论上 可以去追求很多 呃 很纯粹的 然后你可以把很多议题排除掉 或者说 把很多东西把它model 起来 那 因为这些model呢 这些抽象的话 有助于我们去思考 有助于我们在聚焦在 呃 问题本质 但是工程呢 往往呢 不能只是做这种 呃 理论 或是抽象分析 往往呢 我们要考虑到这个 这个 在呃 现实面 这个 这个现实面的基本上 你会看到这个 你看这一页就是写什么东西啊 其实 那写东西就很杂 那 真是好玩 真正在设计schedule的时候 就是要考虑到很杂的事情 什么 工作量的啊 工作负载的一个特质 然后或者说 哎 我要考虑到这个什么 有多少用 然后或者甚至要考虑到 我能不能放弃 就是要求某些人 主动放弃某些能力 这个在这个整个设计上呢 很有趣 所以看一下这个CFS的那个想法 注意到CFS呢 它是从2.6.23以后引进 可是好玩的地方在于说呢 引进之后呢 还是有很多调整 好 然后 除了CFS以外呢 其实还有很多这个 其他的schedule被提出来啦 然后一直在 一直在发展啊 比方说有个东西很有趣啊 叫做 叫做 brand 这不要怀疑就是这样念啊 它就叫brandf brandfschedule 然后 注意到这真的存在过啊 那而且这个brandfschedule呢 就是说起叫bfs 它 锁定的对象就是锁定 要跟cfs竞争 所以注意到这个是 互刺的啊 就是cfs是主流 然后这个brandf 就bfs 它是这个什么 是另外一个开发者 那这个开发者你可能有听过啊 就是这个叫ck 那ck这个 它甚至来说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麻醉师 对你没有听错它是一个麻醉师 而且更扣的地方是什么呢 它在接触linus kernel之前 是没有写过程式的 没有特别去写程式的 但是 但是怎样 它是 接触linus kernel之后 它写程式的能力大爆发 那它除了写程式以外呢 它还什么 还做了加密货币 所以它设计了加密货币的这个挖矿程式 好 然后呢注意到一件事呢 这个bfs呢 就是要跟什么 要跟cfs pk 那它的考量点就在于说呢 它就不是只是单纯的一个数据模型 它花很多心思去想 要怎么做才能够让前景 就是 或者说 对使用者来讲 需要比较多互动的 感受比较好 但是同时呢 又维护一定的这个 一定的公平 就是 它就是有一些 有一些那个设计点 然后 那bfs呢 虽然它没有被官方采纳 而且它 你可以看到说 中间其实有一段时间不愉快 就是 这个ck曾经有一段时间 离开linus kernel发展 但是它追求的东西多嘛 反正它是个麻醉师 因为其实 其实我觉得在 在台湾我们就往往就缺乏这种 多样性 就是说你的白天工作 可能就把你的力气吃掉了 所以你不太可能用下班做一些 很酷炫的事情 对 但是反过来说 呃 至少像我有些朋友 就会让我很叹为观止 比如说你可能有听过一个 一个软体叫elightment elightment 很大都会对 欸 不是对 enligh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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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lighten是这个 启蒙时代 不是 我在讲这个 Linus的一台 就是在二十几年前呢 就有一套很强大的一个桌面环境 那这个桌面环境呢 给大家欣赏一下它多多厉害 好 表示长得像这样 就是它是一个很漂亮 注意到二十几年前就可以做到这件事 就是比那个当时的 那个Mac都还漂亮 那它很特别 然后这个桌面系统 这种叫elightment 那elightment它就是 它用很多很绚丽 但是又很精简的一个设计 然后 这个elightment它的那个 主要的开发者叫做 relightment 然后它的开发者叫relightment 然后这个 这当然是它的那个 它的那个逆称 就跟我用JESO一样 是逆称 那它的本名是这个 然后这个很有趣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那个 Wikipedia的词条 它是一个澳大利亚的德裔 然后它很长期的时间住在日本 它也很喜欢那个 那个台湾的文化 然后 它应该说亚洲文化了 然后注意到一件事 就是它 它之前的工作在哪里呢 在摩根斯坦利 然后我那时候就问它 因为我曾经跟它一段 是同事 我那时候在OpenMoco是同事 然后我就问它说 你为什么要在摩根斯坦利工作 它说第一个它喜欢日本 它喜欢日本的文化 不然说它的那个老婆也是 也是在那边嘛 然后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说 它在摩根斯坦利 一个礼拜只要工作一天 天哪 对吧 你看就是 所以你说为什么它可以花那么多时间 来投入OpenSource 你看它发展的东西可多了 它不是只是开发桌面系统 它还发展了什么呢 它还发展了COBA COBA 你有接触过分散事系统的人都知道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分散事预算的环境 然后它投入Slib SWindows第一层的那个Library 然后GTK 这个 你今天看到很多那个系统呢 就用GTK转写了 它不只能够在SWindows 它可以在Windows 可以在MacOS上运作 然后 然后 你看 刚才讲Eleven就这个 然后 它花了很多时间去设计 甚至它也投入了 曾有一段时间 投入了一家公司 叫FancyPen 它就专门来做这个 兼具绚丽 兼具这个 典雅的使用者界面 但是它可以用在GTK转写系统 那它现在是在Sansung工作 那你可能有听过一个平台 Tizen 那Tizen的主要的视觉设计 主要的 不是做电脑视觉 对吧 就是我在台湾有时候分工分的很奇怪 就是说 我们会称就是什么 视觉设计师 然后就说不用写程式画图的 不是 这个Restament是又画图 又写程式 又可以给你打嘴炮 我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怎么形容 你看我花那么多时间跟你讲这个东西 因为实在太神奇了 然后重点是 这种人真的还蛮多的 就是 这是我其中一个同事 所以 这时候有时候尴尬 你知道吧 尴尬的点就在于说 像什么呢 就是说 这个东西就有点尴尬 就是说像这个 BFS 我刚刚讲过了 它是一个麻醉 麻醉师 发展的一个 Schedule 然后 那这个东西好玩的地方是什么 因为很多工作 像我刚刚讲的 我刚刚那个Restament 我以前的同事 因为他在 摩根斯坦尼工作 他一个礼拜只要一天 甚至他不用去办公室 他说一天就是看有没有E-mail 然后做一些回应 那其他时间就是 有需要 或是他 把工作需要一些修补 或是调整 他再去扣 所以其他时间他可以 全心全力 在他的Open Source的创作上 甚至还可以 经营别的议题 那这个麻醉师也是一样 就是说 因为 因为在很多欧美人的观点就是说 我工作 钱够了就好 就是 也不需要一定要追求什么 社会的顶端 有时候社会顶端也不开心 然后 所以你看到 这个BFS呢 其实就是他这个创作 所以他 他关注点其实很有趣 比方说你会看到里面很多数据 这个CK 那CK呢 他说什么呢 他说呢 这个 他的这个 BFS 好 那 在这个 需要做那种大量使用者互动的情况下 那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什么 他的那个 Timesize的切割 你没看到这个 就是300ms 但是 这个 他其实他可以做到小于 6ms 可以快去回应 那这个东西对这个 使用者体验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然后 那后来呢 他就 因为BFS名字真的很奇怪 然后他来开发另外一个更奇怪的名字 叫做 MuQSS 这是他最近的作品 那 而且MuQSS呢 也可以应用在 Linus 5.1 5.0以后的这个Kernel 然后 然后 他里面有一些议题呢 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 里面有些观点其实是跟 CFS是 是抵触的 就是他有些落差 然后有些 数值 就是他的那个 运算 那你会看到他有些值 就是带入一些 有一些Match Number 存在 这也是 Kernel开发者 主流开发者 不太愿意这样 因为有些东西是 是讲不太清楚的 那注意到一件事就是说 Linus Kernel呢 其实有一部分的程式码 也会像这样 就是说 有部分的经验值 就是他有些数值 尤其在网路那边 莫名其妙经验值很多 就是一些数值 那你说这个东西怎么算的 它不是算来 它是计算来的 或者说他今天 只要某些法则 他也要再调整 所以像这个 Mule QSS 这个Schedule 或者是他之前的版本 叫BFS 其实都有这样的问题 但是你说这个东西有没有用 其实在某些Case是有用的 那甚至有一段时间 Google 甚至用过BFS 就是Android 甚至有用到 Android的Kernel 甚至有一段时间 甚至有一段时间 有用到什么 曾经有个分支 就是用到这个 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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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到这个CK的 这个Pageset 就是BFS 那Jola Jola是另外一个 以前Nokia Nokia 员工 用离职之后 重新创立的 以Linux为基础的手机 那你可以看到说 一个很有趣的议题在哪里 就是说 像这种 我们要去评量一个Schedule 评量Schedule 或者评量一个多工的环境 那你会发现说 其实它的考量点 真的变得很复杂 那回到CFS 简单的说法 注意到 所以CFS 其实它也在改变 所以我们必须 先讲复杂的 再把它剪 把它拉回来 让你重新思考一下 简单的东西是什么 我们要去思考一件事 就是说 有什么任务 它是最被需要的 注意到 我们前面有讲到 有一种排程方法 叫做 EDF 就是说 哪一个任务最接近它的Date Line 那我们就怎样 优先去执行它 但是CFS 它的思考点是 我去思考 哪个东西是最必需要 被需要 你还去思考一件事 就是 一个人的成就是什么 像神经理就在 神经理就在 我听过一次神经理演讲 他就说 一个人的成就 其实不是他赚了多少钱 这个东西你听多了 但是后面那句话还不错 就是说 有多少需要 或者你可以帮助到多少人 就是需要 那CFS呢 其实也是类似的设计 它重新把这个 把这个排程 设计神 有谁需要 那把这个需求 把这个东西量化 所以我今天看东西 不只是像前面讲的什么 什么排程 我今天讲的不是说 我这个对使用者是不是公平 我重新去提出一个新的因子 就是说 谁最需要被排程 那一旦有个任务被排程的时候 就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其他任务 实际会往后拖延 好 那所以注意到呢 我在排程的时候呢 他其实他总是要怎样 重新去计算这些 谁被需要 这个数值 这个量化 所以这个其实 CFS来讲的话呢 他虽然是 All-one schedule的后继者 但是他的考量的 纵观因素是变多了 这也似乎会 后来也蛮多人在诟病的议题 就是说 他考虑的议题变多了 那往往的就可能会 顾此失彼 也就是说 CFS也许他在那些 server上可以运作得很好 但他在手机上 或是在一些任务 比较少的情况下 跟CFS这套策略 也许这样 也许就不合适 这是有可能会发生的 或者说 同样是在云端的主机上 那每个规模不同 比方说Microsoft 或是说 AWS的规模 跟你自己建构的一个云端系统 毕竟它的规模一定不同 像AWS也好 Microsoft Google也好 他们不计成本可以去投入的 可是对你来讲的话 你自己架设的伺服器 可能就是用一个旧的电脑 以前的笑话 就是说 如果你的电脑装了Windows 那人们就说 这是一个很棒的家用平台 家用娱乐平台 但是装Linus之后 它变成伺服器 可是硬体是一样的 所以以前是这个笑话 这其实不是笑话 就是人类 人们看待事物的方法 那你看到 Linus 算有个愿景 这个愿景就是说 我只要改变Kernel Configure 但是我这些程式码 我可以汇整起来 这是Linus跟Windows 一个大不同 Microsoft Windows 毕竟它是一个商业产品 它可以为了商业产品的需求 它可以全新打造一个 全新的作业型 叫Windows 7 Windows 7 的这个产品 跟Windows 9 它几乎没有重叠可言 也就是说 它不管是API设计 程式码都是全新的 但是好玩的地方是说 它既然是独立发展 但是也是各式可以开创片 天啊 Windows 7 包括Windows 7 后续的这个Windows Mobile 然后Windows的话 就是什么Windows NT Windows 95 那95之后是98 那98之后呢 是Windows ME ME是一个失败的作品 但是后来这个Windows NT 那演化成Windows 2000 那Windows 2000后来 把这个Windows的 跟那个Windows 2000 成果整合起来变成XP 那你可以看到说 不管怎样呢 Microsoft很多产品都是这样 它是比较 它的程式码 是没有太多的共用 那甚至很多设计的 设计的思路上 会有出路 可是Windows不是这样设计 Linus是希望说 我从伺服器 我从网路的那个路由器 到手机 甚至包含说那些工业电脑 工业的应用 火星探测号 它用的原始程式码 尽可能用同一份 只要变更设计 这是Linus的一个思维 所以要注意到 我们在讲CFS的时候 讲的是这个需要 这个东西 Needest 那所以呢 这个东西呢 它其实是会一直持续的 在做认算 那所以这边来讲话 就很有趣 它就是它其实怎样 它会 它虽然你在画面中看到 是一个List 一个Link List 但是它总是会去排序 所以注意到 这个排序 这个数值 它会是排序的 所以就是说 我们在之前探讨 那个 讲这个 同样在Linus核心设计 来讲话 我们有提到说像那个 有讲到Link List 这样的 那你会发现说 这个很有趣 就是什么时候需要排序 这个时候需要排序 而且它排序的策略呢 它有一些不同 但是你可以先有这个概念 就是说 我呢 会针对什么 我这个 任务跟任务之间 它是一个Link List 这样穿起来 但是它会去排序的 这个排序呢 会依据 它所要的需要 所以这边需要就是什么 就把 前面讲的因素 我们把它综合起来 去考虑进去 好 那反过来说呢 如果呢 一个什么 一个 如果一个任务呢 它不再是最被需要的 好 那我怎样 我就把它放回去 所以注意 好像看到 这个东西 你看 这个 原本是50 15 22 26 然后 那前面的5就是最被需要的 好 那可是呢 一旦呢 如果说一旦这个值 比方这个11 它不再是被需要的 好 那我怎样 我就把它放回去 放回去到这个List 好 可是呢 List呢 基本上是很没有效率的东西 然后呢 然后就要继续调整 所以 你大家知道 什么做调整 原本是用List 那这个在2.4时代是用List 然后后来呢 就发展一个什么 用红灰素 那 红灰素呢 另外一个东西跟它很像 就是比方说这个RBtree跟什么 跟ABLtree ABLtree 这个在这个作业系统 作业系统的这个 用的很广 然后在 资料结构的考试也 也蛮畅出现的 就问你说这两个东西的差异 好 这两个东西呢 它在某个观点来讲 它是很像的 好 然后呢 你看这边来讲的话 就是说 ABLtree呢 它的这个高度呢 如果我们去看它高度的分析的话呢 它是以2为底的LogN 好 然后 那红灰素呢 它的范围 注意看它的范围 就是说 诶 其实它的深度 它深度的其实呢 有可能这样 有可能是比这个ABL来的 来的差的 你可以去知道这东西 好 那为什么呢 我们在设计作业系统的时候呢 还是采用到这个红灰素 对不对 底下就抛出这个问题了 随便来思考一下 这东西好玩 所以你看哦 如果我们只看那个 只看深度的话 红灰素 有可能会比 比那个ABLtree来的差 但是好玩的地方在哪里呢 为什么我们要使用这个红灰素呢 有个很重要的考量 是它的Worst-Case 我们称为叫WCET WCET 就是Worst-Case Execution Time 好 那要注意到一件事 就是在红灰素的Worst-Case Worst-Case Execution Time 里面 它的这个什么 它的这个时间复杂度 会比ABLtree来的好 所以注意到一件事 就是说 ABLtree呢 其实呢 因为它的深度是 是 是怎样 它的深度呢 是其实是比较低的 是比 红灰素来的低 那我们讲 Average-Case来讲的话 其实Average-Case 是ABLtree比较好 但是在Worst-Case 来说的话呢 是红灰素比较好 所以Linus Kernel的开发者呢 他其实要 用 总是要把 Worst-Case 纳入考量 我往往呢 在做那个演算法分析的时候呢 很多时候是分析 呃 最佳状况 或是Average-Case 那Worst-Case 可能你就稍微有点印象 比方说 你今天在学那个 Quick-Sole Quick-Sole 没有改过的Quick-Sole 它的Worst-Case 是什么 Big or N平方 但是呢 很多时候你也不是那么care 就是 Quick-Sole你还是照用 但是Linus Kernel不一样 因为 Linus Kernel在讲的话呢 Kernel是要服务人的 所以比方说 Kernel其实 没有人会直接接触到 作业系统 不会直接接触到作业系统 你接触到的东西是城市 但是 城市所需要的 相关的服务 城市所需要跟 硬体打交道的地方 要透过谁 要透过作业系统 所以我们在作业系统的时候呢 一定要考虑到这个 Worst-Case 就考虑到这个 就说 在遇到最后的情况下 我们该做什么处置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什么事情呢 就说在后来 在Big O1 这个O1 Schedule的设计里面 就把这个List换成红灰树 好 然后这个 忽略一些细节 就是跟你讲一些 始作的部分 我们先跳过 哦 对 还有一个问题 然后 然后这边来讲的话 就是 始作一个东西叫 Virtual Clock 这个东西很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说 因为我们在 排程的时候 我可能会遇到 Pre-End 就是说 有一个更高优先权的 任务 抢占我的 或者说我的时间到了 比方说 我用 Long Robin Long Robin Long Robin是不管优先权的 但是 比方说我的 Time Size的设计是 10ms 那我每10ms 要干嘛 一旦这个时间到了 我要切换 好 那 在CFS裡面的设计 一个设计的东西叫Virtual Clock 它跟相对绝对的时间是不同的 就是你去试看 什么是绝对的时间 比方说 在 你的电脑里面会有一个计时器 那这个计时器里面 那我们就可以设计 一个东西 我们就会叫做 Monotonic Clock 或者Monotonic Timer 它是单调递增的 也就是说 如果你换曲线的话 它就是 随着 真实时间的增长 它上面的数值 会越来越大 那它数值只会变大 不会变小 我们中国叫做 叫做单调低增 那这个是一个绝对时间 可是好玩的地方是说 一个Prasis 的知识 它不会只看绝对时间 它要看的去往往是它的Virtual Time 也就是说 对一个城市来讲 它设计好的作业系统 在一个设计良善的一个作业系统的环境中 一个城市呢 它其实 往往是不知道自己是被Pre-End 所以它只会去看我自己呢 被分配到多少时间去执行 那我这个城市 我在这一次执行 我可以占到CPU60%的时间 那我可能去执照这个资讯 但是其他资讯 我是不晓得的 所以Virtual Time 其实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它去记录 到底有多少时间 到底有多少资源 是分配到什么 分配到这个 这一个城市里面的 好 所以你看到这个东西就好玩了 所以我们今天讲公平 其实是针对Virtual的去看 因为我们去看一个整体的时间 其实没什么意思 再一次比方说 有多少 就是我现在的频宽是多宽 然后呢 我这些相关的Task 各自占了多少比例 所以注意到 我们今天讲这个CFS 那个F 讲那个公平 在讲什么 讲这个部分 好 然后呢 这个 我们忽略一些细节 然后就是 这个在 哦 忘了跟大家讲 我们现在这一 现在是在第二集嘛 对啊 就是说这个 讲这个Schedule第二集 然后其实我还有下一集 注意到 Schedule是一个 可以讲很久的题目 我也不知道可以讲多久 反正我 我有更新一些想法 我就不讲 就这个讲 所以这个分 在我们的第三部分再讲 好 然后 呃 注意到这张 这张是这张图的 只是一个概念 那 跟现行的实作有点落差 所以我就先调过 好 然后我们来思考一件事 就是在这个 考虑到排层里面 那常常你最常听到就是一个Priority 就是所谓的优先权 优先权等级 那这个东西呢 来讲的话呢 其实它们 往往很难贯彻 就是说我今天把一个任务 把它提高成 比方说 优先权设定成99 我把那个 我把那个 我setPriority setPriority 然后实力成99 好 注意到哈 99呢 99是 99是 realtime的Priority 99 好 注意到这个东西哈 就是我们前面有讲过那个 realtime的排层策略 有first in first out 所以FIFO 然后再来是什么 再来是R Long Robin 然后这个东西都属于realtime 那它的范围是什么呢 它范围是从1到99 注意到哈 嗯 realtime的排层是没有0的 你要写1到99 好 那所以呢 在这个 比方说以realtime的排层来讲的话 一旦你把这个数值 把它优先权设定成99 那99不就是在整个系统里面 优先权最高的 那是不是说它随时随地 都可以想占任意的任务呢 错 注意到哈 至少在目前的任务是做不到的 好 所以你可以发现这个很有趣的问题 就是说 会有一个现象是 其实你优先取设定是最高 你也不能抢占其他任务的执行 好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这个东西很有趣 就是说 因为 我们一个城市在执行 其实我看东西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 看一个是local 看一个是一个virtual的timing 就是说你看的这个资源 都是这些virtual tick 就是每过一段时间 由硬体去触发一个中断 所以就是说我这个每次就有一个 时钟的中断发生 就一个tick的数字就往前加义 就往前加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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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到哈 用词哈 就是那个 不要说用tick++ 就是要叫advanced 就是tick 但是不能写++ 那个算意思是一样的 好 然后呢注意到了就是说 因为我们在CFS里面呢 实际上呢 我们真的排的时候呢 是依据我的什么 依据我的virtual clock 而不是以我的 monotonic timer去看的 注意到这个议题 所以呢 这个会涉及到一个事情 就是说 我的virtual timer 我的virtual clock 跟真实的系统中 它的那个落差在哪里 这个是一个 很有趣的问题 其实这个是我有落差的 而且呢 有些落差是刻意为之的 因为如果说 你不去安排这个 一个落差 也就是virtual timer 跟这个monotonic timer 的那个对应的话呢 那你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很可能会遇到说 只要一个任务 设定能久久 那其他任务完完全没有办 直接被执行 或者说呢 我有可能从头到尾 就在执行一个 使用者设定 他认为他最重要的任务 那系统该去维护的 该去做调整的 该去处理那些 从中断啦 或者做同步啦 或者是做一些 需要善后的工作 有可能就完全不能做 那因为这些事 完全没有机会做到 然后就导致系统的量 系统可能就是 没办法符合预期的运作 这个是在作业系统 设计的一个很大的困难 尤其像linux这样的 通用的作业系统 所以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你千万不能只看Piort 事实上呢 其实你要看的是说 因为PiTEN的时候 其实还是看这些 那个什么 Virtual timer 它那些比例 好 然后呢 再来是说的 你还考虑到 像那种 有使用者程式 有这种 有那种 user program 互动的状况 这个东西呢 也是要列入考量点 然后 很麻烦的地方是什么 很多UI程式 很多GUI程式 像画面中 不管是什么简报的啦 或者什么 网页浏览器 这种东西 很讨厌 它不是只做运算 它不是只跟使用者 用什么键盘啊 滑鼠啊 这些跟使用者这样子交流 不是 因为你要更新画面 你是要 要什么 读取更多的资料 你要去更新 就是你更新画面 本身就是一个IO 而且更新画面 这个IO 又比很多操作来的慢 多数的时候 萤幕的更新程式很慢 那 所以萤幕更新很慢的时候 你往往需要什么 比方说 你可能造一个东西 叫什么 Double Buffering Double Buffering 就是在Android里面就很常见 Double Buffering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 在Android里面还有一个东西 叫Triple Triple Buffering 对 Triple Buffering 那你可以看到说 因为什么 这个显示实在是 装饰实在太慢了 但是使用者呢 要求是很高的 就是说 比方说像游戏引擎 游戏引擎 游戏引擎的逻辑是什么 反正我 我能够 在一个时间内 更新多少个Frame 越好 所以他追求是一个高FPS 可是高FPS 跟硬体的行为 往往是冲突的 所以呢 所以就比方说 Android有个东西叫做 Project Butter 就是说他在追求 最高的一个 更新效率 好 那所以注意到呢 这些东西呢 都是怎样 都是会增加系统额外的支援 可是麻烦你问 你问使用者 哪个东西重要 哪个东西不重要 使用者会说 都重要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设计系统呢 是很大的一个障碍 好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刚刚探讨的就是 在这个 像GUI 这种 桌面系统 或是这种 跟使用者互动多的 真的是 他很多东西 是不能妥协的 那 那再帮大家提醒 就是说 BFS 画很多心思 就是在这种 这种 user-centric 这种 desktop 这种应用 其实以desktop来讲的话 这件事其实在linux来讲真的很尴尬 就是 我昨天看到一篇文章 就在批评说 这个linux foundation的主席 这个 linux foundation的主席 没有那么重视linux桌面 甚至他 他在这个linux foundation的主席 在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 去做简报 不是很多时候 总视 做简报的时候 都还是用Mac 很多linux foundation的职员 都还是用Windows的电脑 都说 那请问你们这个linux foundation 为什么 不强制用linux桌面 这个东西其实也是有难言之隐 当然我们的教主linux twaz 他当然是用linux桌面 对话说 但是说真的 linux现在的主流都发展 桌面只是其中一环 那真的用最多最有影响力的 其实还是在那些云端的主席上 所以注意到 我们讲这个CFS 讲这些Skability 都还是站在 像Ray Hat IBM 这些公司 他们着重的那种等级 所以注意到 我们讲的等级 比如说 它的这个CPU核心数 或者说它的那种CPU Topology 那种Numa 之类的 那这样的话 其实是一个很麻烦的一个拉锯 因为其实一直到现在为止 都还没有一个可以通用方法 当然我们知道linux 希望追求一个通用的解决方法 或者一个透过变更设定 去达到说这个主体程式码共享的方式 但是这件事其实还没有实现 好 所以在这个CFS遇到这种GUI层次怎么办呢 它去区隔什么叫前景 所谓前景就是需要更什么 使用者一起互动的 所以它会有大量一些interaction 然后你看这个东西 我也要让前景程式处理的比较好 所以我的Virtual Clock 基本上它要把这个东西切成 因为它反应快 所以它必须在时间下切成 切成细 就是说我在对应的时候 程式的执行都还是认为说 我是一个完整执行的 我就是这个程式执行 我中间是没有被人家插断的 没有被人家抢占的 那我就特别去执行 可是这个东西注意到 这个东西是有冲突的 这个东西 这个是一个很麻烦的 就是说它事实上 这个东西会有一个 设计上会有一个 不对称的 就不一致的一个问题在这边 所以往往这个状况就是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麻烦的状况 其实会影响到其他的 正在执行的任务 这是会受到波及的 但是这也是使用者要的东西 所以这个是一个 比较麻烦的一个Case 那这也是说CFS它发展 我刚才提过 其实有些东西是没有那么完备的 那你说CFS解法是什么 其实有趣 CFS给你一大堆 Linux的Schedule CFS 然后你可以去用 set 你有大量的设定词可以调 所以你看到在课论里面 官方的Document 这叫CFSSchedule 好 注意到这个东西 这是官方的Document 但是写东西好像没有你想象中的多 然后里面有提出比方说有这个Cgroup 然后再来是什么呢 再来是你会看到一些文章 那这些文章很有趣 这文章就跟你讲说怎么去调 怎么去微调这个 这个 比方说 比方说 swapness 这种 所以比方说先去调这个排程策略 那其实是好玩这个 你们看到这个东西 用SysCtrl去调 比方说我去调说我如果发生Folk的时候 是要让Parent先执行 还是让Child先执行 然后再来是我的Schedule Latency 要施行成多少 然后还有涉及到RT 所以要去区分说一般任务跟RT的 好 那注意到这个东西 跟Linus kernel的版本变更会有不同的 比方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东西呢 注意看我的版本 我的版本是多少 4.15 那如果你去看这个 对不要怀疑 把那个 似乎优势来跑 好 那你可以看到说什么呢 在Linus kernel里面 其实这个都可以调 我们前面不是讲过Schedule Domain 好 然后你可以看到说 注意到 我刚才不是用 有讲那个字叫什么 叫Bandwidth 好注意到 Bandwidth 所以比方说我的 我的size 它切个 也要切个什么 以5microsecond为个单位 去切它的bandwidth 然后再次像刚才讲的 有个Char Folk完之后 Char process要先执行 还是后执行 还是后执行 这个东西要定义的 然后呢 这就是一大堆什么 一大堆Schedule Domain 然后这个Schedule Domain 会很多 CPU很多 所以看我这个 有一大堆Domain 对吧 然后比方说有CPU CPU CPU CPU2 然后Domain0 然后那个CPU2 Domain1 CPU CPU 20 然后Domain1 然后你会看到这个东西就是对应到什么 CPU的Topology 所以这个东西没有看到很多 然后Linus kernel的设计方法是这样 它给你一些这样的学校 让你再继续微调 那你就要了解说 这样这样的Domain 它用的是什么方式的啊 然后它对应的像什么 Cash nice choice 类似的 它就让你去调整 好 你没有看到这个东西很多 对吧 用CPU很多 有 我们有是吧 我们有64盒 好 然后呢再来是底下这些 所以你看到说 里面就有调整 调整 调整它的那个 它的那个精细度 好 那所以呢 注意到呢 Linus kernel的做法 它其实是给你一些选项 给你一些微调 当然这些调整 不是每个调整都会 都会有效益 它往往很多调整是要 搭配什么东西才做 所以要注意到就是说 我们往往的学习Linus kernel 不是让你冒然去看原始程式码 也不是冒然让你去东改西改 这个是我二十年前 那时候Linus kernel很简单说 可以这样子看 只用看的 或者说改改程式码做实验 但现在程式码规模怎么复杂 你看光设定的这个项目就这么多 注意到这个完全不是程式码 这只是设定值 那所以呢 你要去tuning 注意对啊 你会看到网上很多文章 教材就跟你说 我该怎么去调 然后该怎么去设定 然后个别东西要做什么 然后注意到 这东西又跟版本有关 所以你可能在某个时间 这个版本是可以用的 在下个时间 对不起 又不能用了 所以你要大量使用什么呢 大量使用一些必要的 一些debugger 像这个东西的 我要知道说我的排程 到底是怎么做的什么事 好 所以像这个 这个是scheduled debugger 所以scheduled debugger 告诉你什么 10.15 然后上面 搭配的 什么GVS CPU卡是多少 然后各自的设定值 是设定值多少 然后 我的每一个CPU 你看 这个CPU上的这个 十麦 比方说这个十麦 你估计把它当做3 3GHz好了 那这上面 又上面跑了哪些任务 所以你看 我上面之前任务啊 然后呢 这是什么 这个上面还有一个什么 对应的这个东西 然后 然后注尺类 然后 当然说 Curnal Thread 上面看到这个也是什么 RCU 然后 再是 像我这个自来电脑上 还有执行这个RUS DB 所以这个也是这样 也是要被追踪起来的 所以你会发现说整件事呢 它就变成什么 很 不要说复杂了 复杂的太吓人了 就说 就变得很 很 多元一点 好 那所以要知道一件事就是说 整件事呢 其实你要 这个考量的东西 真的还蛮 还蛮多的 好 然后再来是 所以 我们快速做个总结 注意到 我们在第三部分的时候 我们再重新 看到CFS 因为真的太多 要考虑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CFS CFS 的存在 它其实是多方的考量点的存在 好 因为光有All Ones Gradual真的是不够 好 我们要追求的东西就是 比方说要看一个 一个process 看一个thread 是不是最被需要 好 那我要怎么去设计呢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这边有一个Virtual Clock Virtual Tick 好 然后它对应的什么 对应的 对应到这个各自CPU的 这个 考虑大家的公平 考虑到这个User 好 好 那接着我们可以前进到这个 Real Time Scheduling 好 然后 注意到我们讲 Real Time Scheduling 比较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呢 它着重的地方就是什么 就是Dayline 它就跟前面讲的需不需要 是两码之四 就是着重的东西 Dayline 好 那我们来去思考一件事 好 比如说Dayline在哪里 比如说你考虑到一个东西 音乐程式 或者是画面的程式 比如说我们今天 比如说我们讲 多媒体好了 那多媒体来讲 就是说比方说我追求的东西是 30fps 也就是说我每秒要有30个frame 好 那注意到frame不应该翻成真 真的好 对啊 那个翻译其实有点问题 就是 因为你知道frame 它是一个像我们讲 像框 就是这样的东西是一个 像一个frame 那个真 那个字其实 就是那个 汉字那个真 的意思 不太一样 跟那个描述不太同 好 那总之就是说 你会发现说这个 在这个像 我们讲 30fps 这是因为考虑到人的眼睛的期待 那当然有些萤幕是可以做到60fps 像我上个礼拜我去拜访某一家做面板公司 那我就看到一些很惊人的东西 我不能跟你讲它具体是什么惊人 那可能在台湾是买不到的 好 那总之就是说 像那个flash rate 是60 或是 就是从30 60 甚至有120 或是更高的 就是考虑到什么 人的眼睛的什么 的那个苛求程度 但有时候不是只有人的眼睛 还要包含说要给高速摄影机用 就是说 因为 很多时候呢 我们做那个 画面更新的时候呢 有 不是只是给人看 有可能是给那个其他的仪器 所以变成说你要有个很高的flash rate 那 你可以看到说 我们刚刚讲的30fps 60fps 或是120fps 它其实关键点是什么 就是我实际上 我每秒 要更新30个frame 换个角度讲 每个frame的处理 要在30分之1秒 完成 这样才有办法实现30fps 同理 我如果是60fps 也就是说呢 我处理一个frame 花的时间 是要多少呢 是要60分之1秒 好 60分之1秒 这就是很关键 就是说呢 如果你超过了 你其中某个frame超过了 那在视觉上就会不舒服 就会觉得跳动 好 那当然 以 你reo time来讲话 它要分等级的 你可能知道有个东西叫sobreo time 一个叫hardreo time 好 像刚才讲的这个多媒体 它就属于sobreo time 也就是说 它如果没有在指定的dayline完成任务 你会觉得怎样 会觉得不舒服 会造成一些困扰 但是还不至于整个系统会失败 还不至于到整个系统会怎样 不能再用 或者造成人员的伤亡 还不至于 但是有可能会是家庭革命 比方说你这个 讲电话讲到一半 讲到一半 不要跟女朋友在谈判 或者在解释说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 为什么跟女同事 这么亲密 对不对 你要解释的时候 突然那个电话断掉 哇这个家庭革命 对不对 所以这个 各位如果说做手机的朋友 一定要认识做 没有做好会导致人家家庭的 无可磨灭 的这个问题 好 那这个像刚讲那个东西 就是说 不会因为说 我mixed dayline 导致呢 系统无可挽救的一个问题 我们称为叫什么 叫sovereal time 那反过来说呢 如果对这个 那个dayline 太苛求 不是太苛求 非常关键 那会甚至没有处理好的话 整个系统会失败 进而 进而导致什么人员啊 财产的伤亡的话 好 我们就称为这东西叫 hard real time 好 那 要注意到一件事呢 linux呢 本质上 已经是一个sovereal time的OS 好 所以注意到哈 你今天看到 你看到很多材料 你现在读那个资料 尤其读那些什么 那个对岸的一些材料 所以要很小心 你不能只看它发表的时间 因为很多是 很多是复制贴上的 很多是复制贴上 之后来标一个原创 所以你就以为是新的材料 可能是十几年前的材料 然后再来是说呢 linux 现在其实是一个sovereal time的OS 为什么要这样的设计呢 就是考虑到多媒体 考虑到网路通讯 其他都有这种需求 要怎样 要能够达到 要能够在 dayline 达到 到来之前 完成我们直接任务 可是呢 这件事不是这么容易 即便呢 你的运算 即便你的排程 好像排得很厉害 你还是有interrupt 你还是有cash miss 你还是有这些 无可预期的IO的问题 所以这些东西都会导致 无止境的拖延 这个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风险 所以你会发现说很多artos 甚至怎样 甚至直接不提供disk操作 他也不管cash 甚至把cash关掉 甚至呢 他就是关注在什么 极有限的任务上 为什么他要做这种事情 为什么要做自费的公司 没有cash可以用 为什么不开 因为在有些artos的想法是 他追求的东西是 可以在指定时间内 就是要能够这样 要能够meet dayline 不要mix dayline 他要meet dayline requirement 那所以呢 像cash这种东西麻烦 就是说 当我发生cash miss的时候 我的成本 会比hit的状况来这样 高很多 所以我的时间开销 会增加很多 那这样的话 就导致什么 会导致这个多数情况好像很快 但是在特定的情况下呢 它是worst case 会导致时间的拖延 这就完全不是我们要 好 那接着呢 就是说 我先跳过一些 那个 near time schedule 那部分 因为我们在下个部分 还会再去探讨 然后接着我们来讲 跟time size 还有system code 有关的部分 还记得我们刚才有介绍到 就是说这个什么 这个比方说 set schedule affinity 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个东西就是linus专属的 所以注意点 那所以呢 这个东西也是跟什么 跟排程有关 那linus里面呢 其实有好几个这种相关的 这个 相关的这种 这种 像什么schedule year的 这种新的呼叫 好 然后 然后 这个东西都是 都是搭配什么 搭配排程相关的 那你甚至呢 可以去规划说 你的time size 那个time size 真的有作用 它真的 真的影响会是什么 就像是 contact switch 然后像是 IO的这个操作 好 那接着呢 我们要去思考一件事 就是说 我们要怎么确保说 在 重要的任务 可以 meet dayline requirement 也就是说 我一个重要任务 要如何呢 在这个什么 呃 就是 降低 重要任务 超过 dayline 的机会 好 所以我们要怎么 去降低这件事 好 那就有个很重要的设计 是什么 就是叫做 cernal preemption 好 注意到一件事 cernal preemption 呢 听起来好像是 是什么 让那个cernal之间的 执行单元啊 或者这样 重要的user program 可以去抢占 执行 抢占 执行 它是原始的概念 终于这个叫需求 但是实际上呢 要考虑的东西可复杂啦 你看一下这个东西 复杂是什么 就是 其实呢 这个东西在这里 因为呢 我在抢占的时候呢 会涉及到一个问题 比方说有lock 所以比方说已经有其他的 这个 任务已经有lock了 然后呢 再来是什么呢 再来是 我要抢占的任务呢 然后比方说 我今天有重要的任务 我设定 6-Tine的优先权 设定成99 然后 表示整个系统最高的 可是呢 也不代表说 它随随随地就可以 抢占目前的任务 为什么 因为比方说 我正在做硬体的初始化 那如果 硬体初始化做到一半 然后被人家 变成抢占 然后你就思考一件事 我今天在初始化一幕 结果初始化一幕 到一半 结果有个重要任务 去干嘛 去执行了 那变成说 这时候萤幕就没有更新了 或者说 一样例子 对于网络卡 所以你看 如果萤幕没有更新 网络卡没有更新 那到时候 这时候呢 这风暴到底有没有处理 那画面是什么样 到底是在闪烁的啊 还是在 应该有印象 就是有些 以前在设定萤幕的时候 会有些什么 画面会闪烁 它就是在做 一叠初始化 那如果说你做初始化 做到一半 所以画面一直在闪烁 在闪来闪去 你说这有什么问题 有 这个跟各位分享一个经验 二十年前 我那时候 刚开始在改Linus 课筒的时候呢 我那时候就是 因为我那时候的显示卡 不被当时的Linus 接受 不被当时的Linus 课筒正式支援 所以我那时候 就想要做一件事 就写 显示卡的device driver 我先讲结论 最后是失败 为什么失败呢 这件事有点悲哀 就是因为 我那时候硬体初始化的 没有做好 导致画面一直散 你知道以前 萤幕是那种CRT 怕有太年轻的朋友 不知道 CRT萤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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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什么样呢 就是很大只 男人的 浪漫 就像这种 这种CRT 然后 给你看更大台的 像这种 哇 对不要怀疑 就是像早期的电视一样 就很大台 它是通过印象管 所以你会 你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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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记得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 就是发现电子那个 就是那个什么 那个 他不是用阴极射线 对不对 然后那个什么 那个 alpha跟beta粒子 好 那注意到呢 以前萤幕都长这样 那我那时候呢 因为在写那个divine driver的时候 音体初始化没有做好 所以导致画面一直闪 一直闪 那你说 次数不多没有问题 但是我那时候不知道啊 我那时候写到一半的时候 就被我妈叫去吃饭 就是这个 我妈叫我 也许你有认识 玩定的是玩很投入的人 像以前我就这样 就玩定的是玩很投入 那总之我妈妈就把我叫下去吃饭 那我想说 那个画面切来切去我就不管它了 我就 我就在没有关萤幕的前提下 然后我的双字去用程式 没有写完的前提下 那我就下去吃饭了 那下去吃饭呢 就是 吃完饭呢 就看个电视休息一下 然后 然后要回去 回去我的书房 电脑放在书房 那就发到一个悲剧 我的萤幕烧掉了 所以就是我写 Device driver的初体验 把萤幕烧坏了 因为 萤幕一直切 一直切 一直切 我不知道它切多久 可能切了两个小时 那总是 那东西烧掉了 那你要照意见 以前萤幕烧掉的时候 真是很靠背的 那个味道真的是很臭 臭物比 但我妈知道 我把电脑弄坏的时候 也是很生气 她说 你怎么把电脑弄坏了 什么的 没有爱惜 但是讲说 因为她的认知是说 电脑之所以坏 是因为受草 或什么之类的 但是其实是软体没系好 好 所以注意到一件事就是 这个kernel preemption 不是随时随地可以发生 你没有处理好的 会有很多问题 好 所以我们要去思考一件事 是什么 所以在kernel的开发者 他们遇到这种状况怎么办呢 他们就去思考 那我们把那些很脆弱 把那些不可以 随便去插断的部分 我们把它标注给叫做什么 disable preemption 所以注意到 在Linus kernel里面 有一个对应的操作 就是disable preemption 所以我们去标 哪些区域是不能被 被preempt 反过来说 只要没有被标注 disable preemption的区域 它应该都可以被preempt 所以注意到 这是这个 preemption的发展 然后这个区域越来越少 就是以前很多区域是不能 preemption的 在最早2.2的时代 Linus kernel 2.2的时代 基本上 kernel全部都不能被preempt 那到2.4的时代 陆续有些人做一些改进 比方说Roblob 也许有看过他写的书 讲Linus kernel development 那么出的作者叫Roblob 那现在在Google工作 那像这些工程师 这些开发者就开始这样 在2.4的时代 就开始有一些 让可以preempt的地方变多了 然后在现在的kernel 发展的目标就是希望 几乎每个地方都可以被preempt 当然扣掉不能被preempt的区域 然后除了这以外的话 你要考虑到lock 在Linus核心设计里面 我们有这个讲座里面 有讲那个同步机制 对 有讲同步机制 有讲Spinlock 有讲RCU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跟preemption kernel preemption 有高度的相关 那你说这个东西跟排程的关联 那可大了 因为这东西涉及到的东西就是 我的content switch的行为 我的content switch的时间点 以及我对应的善后动作 该怎么做 然后快速跟大家介绍到这边 还没结束了 所以就是说我们讲的这个 讲的什么呢 讲的这个排程器的设计 但是我完全没有讲到实作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讲实作 那首先呢 我要跟大家讲这个 讲的什么 即时处理的能力 然后这个是在 207年我跟我的学生 发表的 就是我们在 成大做一些研究 那注意到 我们那时候为什么那么关注这个 关注 RU-TAN研究呢 因为我们 我们当时呢 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 你可能知道这个东西吧 就是前瞻火箭的计划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在 吴中信教授的 带领下 那我们就有 几个 年轻人 就我们的年龄层很两级啦 就是要么就很年轻的 年轻吧 就是预算不够的时候 需要一些年轻人 用 青春 在 在在在在 發光发热 那一个是 比较年轻人 那一个比较老的 就是比较老的 就是五六十岁的 就差不多这个年纪的 然后 那这个比较老的是 很有经验 而且很多NASA 在之前呆过NASA 或是呆过一些 呃 那种实战的 实战经验的 这场 场域 然后所以因为 公司的主持人就很好玩 有二开头的 二十几岁 大学刚毕业 或是还在读大学的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 六十岁 已经退休过了 甚至退休不止一次了 那这样一个组合 所以像我这种 三开头的 很快就变四开头了 就是三开头的人 在里面是异类啊 就是卡在中间 就是中年人 好 那所以总之 我们那时候就是 在ARC的计划下 我们就会发展 这个台湾人的火箭 那当然 这件事还在进行 是很艰辛的 然后每次听到这些人 这些前辈讲的话 这就是 虽然我故事都听过 但有时候听一听 还是会觉得很感动 好 那总之就是说呢 我们当时有一个目标呢 就是要发展这个 台湾的火箭 那不是当时目标 这一直都是目标 然后我们那时候很 勇敢的 选用了Linus 为什么选用Linus呢 因为Linus 可以让我们 使用最新的硬体 有些ATOS 比方说像VX-BOS 它很好 但是麻烦的地方是 你往往不能用到 用到最新的硬体 但是反过来说 如果你有机会 用到最新硬体 你有机会 因为用到最新硬体 导致你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所以你的价格 你的成本 结构 你的这个 像一些问题的排除 就会 比较好 反过来说 如果说你的用的硬体 比较旧 那你的作业系统 又是比较封闭的 你要排除问题的成本 是很高的 所以我们当时的想法是这样 然后 因为这个专案的关系 导致说 我们对 RioTine的要求很高 所以我们在 我们在2015 2016 做了很多基础建设 就是 改善Linux的 RioTine能力 那我们在 2007年在 Linux Foundation 举办的 Embed Linux Conference 就发表的一些成果 就是说我们怎么去降低 Kernel的延迟 然后 所以可以看到说 在这边来讲的话 我们就提到说 像PreneRT 针对PreneRT 然后用On的处理器 当一个示范 说 我们怎么去达到 RioTine的难力 我们在之后 Linux核心设计的讲座 也会安排专面 在讲RioTine的部分 那不过你这边稍微有点概念就好 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 中段触发 到实际上处理 你会看到中间的 路径是很长的 一个 第一个就是 硬体本身就会有延迟 然后再来是 中段处理 就是中段处理 其实它也会有 也会有延迟 那除了这个延迟以外 包括说 还有一些相关的Lock 就是我这个Kernel的Lock 或是我的RCU 或是说 你的后面还有什么 Soul IRQ Button Help 然后RCU部分 这个你可以参照之前 我们讲 那个 粘子核心设计 中段处理的部分 那除了这一外 你在设计到排程的时候 你排程的时候 要考虑到什么 Schedule本身 会有一些延迟 所以我们称为 叫做Schedule Latency 然后在Schedule本身 执行的时候 就要花时间 即便是All 1的Schedule 不代表是什么是All 1 它只是挑选 任务是All 1 你机体存取是要不要时间 你也Cash Miss要不要时间 然后你再是你的MNU 你在做Memory Translation 要不要时间 都要时间 那这些东西都会导致额外的成本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你看我从IRQ离开 重新排程的时候 我旅Schedule到Context去 其实这些都是我开销 而且这开销不低 我们在这边来讲的话 很重要的贡献 就把这东西量化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从早期的Linx是什么 是只有在User Space 才能够被Pre-End 那一路进展 一路进展之后 到你可以看到说 绿色部分就是这样 就是可以被Pre-End的区域 所以几乎绝大多数都可以被Pre-End 除了明确标注的时候 是Disable Pre-End的部分以外 其他都可以被Pre-End 这是Pre-End的目标 然后我们在这边的贡献里面 有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就是怎么去测量 测量这个Latacy 然后测量说 像是IDOL的CPU 然后我们就设计一些 设计一些压力测试工具 那这边来讲的话 然后我们就是比方说 像上面可以看到说 像Hackbench 或是Stress 都是工具 可以让创造出负载 或是频繁的 透过特定的系统 系统呼叫 让这个系统 处于一个非常忙碌的一个状态 那这个过程中 然后我们就用另外一个工具 我们称呼叫MPTest 就是这个是一个简化的一个工具 那这个工具呢 其实它就是把那种真正在用的一些 像一些机器人啊 或者工业控制的那个 工业控制的那个什么 的那个演算法 然后把它抽离出来 然后抽离出来做什么呢 就单纯来 我把这个东西抽离出来之后呢 我就可以去把 用这个东西来做量化 所以我们有真正在这个工业上应用的这个演算法 有在工业上应用的程式 要用这个东西来量化我们这个系统的反应 所以注意到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维 我们不是幻想的 我们是解决真正的问题 然后所以可以看到什么事情呢 你看到右下角 右下角这个东西有趣 你们看到红色的地方 红色的地方就是你的延迟时间 所以你会发现延迟时间很长 飘忽不定 有时候延迟比较短 有时候延迟比较长 但你可以看到最终呢 我们要的目标是什么 是绿色的区域 不是目标 我们实际上也可以达到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我们这个延迟时间呢 就怎样 从 比方说 从400个microsecond 就可以缩减到什么 这边来讲话呢 是 你算多少 算 你算70好了 70microsecond 注意到这个 这个是还不够好 所以说我们在之后的 之后最大 最后的程度 已经压到10microsecond 所以要10microsecond 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突破 你不是一直 你不是只是写程式 就可以从70降到10 对吗 70降到10 需要很大的投入 不只是固定要调整 硬体本身也要调整 否则它没办法做到 10microsecond的一个延迟 好 那我们在这边来讲话呢 就做一个事情 就是把这个 排成的行为 把它视觉化 然后 再来是 思考说 怎么去降低这个延迟 所以第一个就是要 PreneRT来讲话 你要会用 所以你要先了解说 这个 因为PreneRT的目标是 就是让这个Quickle section 是可以PreneRT 除非你有明确标出 Disable Pre-Enter的话 其实 就是 就是 其在 Disable Pre-Enter的范围以外的区域 都是要能够被PreneRT 那可是呢 如果你的执行的区段 你在某一个部分的程式 是所谓的Disable Pre-Enter的话 那我们就要去 询问 就要去特别询问说 要不要主动的去做Reschedule 否则呢 你是没办法 没办法把你重要任务排进去执行 这是很重要的 然后再来是什么呢 再来是你的Lock 你原本那个SpinLock 那些 要换成 那些 比方说 Automic Operation 但是你把它换成Automic Operation之后 会有些问题 你原本的 你的SpinLock 你把它换成Automic Operation之后 有些问题 比方说像ABA的问题 或者说 你可能要有一些对应的Lock List 的资料结构的调整 注意到这个转换不是只是换个API 或者换一个变数 换一个这个 结构就解决了 不是 往往你程式的架构是要变更的 好 这也是为什么PreneRT它一直 一直在发展 然后再来是说过程中 我们就开始去思考说 怎么去降低 系统胡椒的OK 然后我们当时有参照一个叫Flex SC Flex SC 它是2010年的一个OSDI的论文 然后它已经创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突破 就是说 因为以前的系统胡椒 花很多力气在检查 比方说参数 检查 这个输入的数值是对的 那在执行过程中 也是继续检查 比方说检查做这个Page 是不是有效的 所以你会发现说 很多操作往往 它不是在做特定的事情 比方说你胡椒Read Write Open 你好像觉得说我只是在做档案的操作 实际上花很多时间在做什么 检查你的参数 检查你的Buffer 检查你的机体区段 检查你的这个权限 但是真正做事可能只占其中一部分 所以呢 Flex SC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 把这些 这些例外处理 把它搬出去 不是说不做处理 而是说把这些很复杂的处理 把它搬走 或者说你已经很确定说你系统的行为的话 好 那这样的话有什么好处呢 你会发现说这个很惊人 就是说 这个Apache Apache 那个Web Server 那这样 它的效能提升1百分之1百6 然后那个什么 那个MySQL 提升40%的效能 然后像那个Bind DNS Server 也是跟着应用的调整 然后 除了这个 系统呼叫的成本之外 我们当时还做一件事 就是我们引入一个东西 叫Kernomode Linux 注意到Kernomode Linux 它是一个很老的东西 这东西其实2002年就有 但是我们后来把这个东西把它发扬光大 就是把它用在Apache的处理器上 就跟Kernomode Linux 他是一个日本开发者 跟它合作 就是其它 之类Apache 因为我们主要的硬体 然后我们在那之上 就把一部分的城市搬到什么 搬到 搬去Kernomode 去执行 所以一旦一个城市 在Kernomode 执行呢 它就可以降低 因为模式切换的成本 因为它是在Kernomode 所以你看 它还是一个 看起来是一个独立的城市 但是它可以执行在Kernomode 所以你在 如果你呼叫系统呼叫很频繁的话 你就不用一直切换 切换那个Privilege 这个东西对效能影响是很大的 好 那总之呢 你可以看到什么事情 我们讲这个LeoTime的追求 所以你就看到说 一个数据吧 好 所以你看这个数据 原本在这个 重轴 重轴它的时间是NeoSecond 所以你把 你把后面的三个零去掉 所以比方说 底下你看到是10MicroSecond 20MicroSecond 40MicroSecond 50 60 70 80 到100MicroSecond 所以你看到 原本呢做这个 比方说一些什么 机器人运动的动作 或者是做一些什么 一些自动控制的一个程式 你会发现延迟时间很可怕 延迟时间有可能到什么 到了这个 90个MicroSecond 好 那好玩的话是什么呢 我们把这段程式把它搬到 Ninx kernel里面去 诶 就变成Kernomodule之后 变成20MicroSecond 就很平均了 对不对 但是你发现有些东西还是很高的 所以我后来做一件事 就是刚才讲的 Kernomodule之后 Kernomodule之后 Kernomodule之后就神奇了 所以你看到 这个 这个时间点还是小于10MicroSecond 但是你灵性还是发现有超出来的 所以我后来就花一点时间去思考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但你可以看到 Kernomodule之后 Kernomodule之后是有搞头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什么事情呢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研究里面也发现说 事实上Kernomodule排层 其实还有很多议题 它其实是很耗费时间的 所以我们后来有做几个分类 比方说IRQ处理的过程中 有新的IRQ或是排层的需求 所以以前就注意到 这个是我们在这个研究提出来的一个机制 所以我们透过一个这样的HEMAP 去把那个排层状况把它视觉化出来 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什么 一个研究 它可以让我们可以定位出问题来 那我们可以去分析这个问题的根源 然后再来是呢 我们就把这个东西把它视觉化 所以可以看到说 在这里来讲话 比方说这个延迟 10μs 然后我们做了什么 做一些调整 降到16μs 但是有可能会遇到这种状况 就是做了这个调整之后 有些调整没有做好的话 反而把这个时间拉长了 所以我们再继续分析 这问题出在哪里 好 虽然发现什么事情 就是说 再回应到刚才前面讲的延迟 所以我们可以从 IRQ 的 Latency Wakeup Latency 到Python 在Schedule本身要花时间 我们是什么叫ScheduleDuration 然后再次Contest Switch 会有Latency 所以你应该知道一个事情 不管是O1 Schedule 或是CFS 它只有保证在Search 在挑选的时候 是长输时间 但是实际上 后面那些操作 这些操作 往往会因为这个什么 因为Locking 因为Caching 或是因为那些 像Newmark 它会有一些什么 IPI 就是那种Interprocessor Interrupt 这些东西都会有成本 这会导致这个时间 其实我往往拉长 所以一旦你要追求的是 那种小一次 Microsecond的延迟的话 对不起 你就是要花心思 在这上面 好 然后相关的研究 这些Source Code 我们都已经公布出来 那也欢迎大家 再做参照 那接着我们来讲 我们这次的尾声 就来讲这个 介绍这个Dayline Schedule 注意到这个念法是这样 你要念Dayline Schedule 不是Schedule Schedule 要念Dayline Schedule 然后这个是这个 这个开发者 在RealTime的环境 RealTime领域很常见 然后 Steven这个人很有趣 你可以去 在那个 去YouTube搜寻他的名字 你可以看到说 他在Linux Foundation 举办很多研讨会 有发展很多精辟的演讲 他讲话很风趣 然后这个 不会让你睡觉 比我讲话有趣多 那你可以去听他的演讲 会很大的启发 那要注意到 这个Dayline Schedule 它的目的是什么 它是控制CPU的Bendless 所以你看 我们前面讲CFS的时候 不就出现CPU的Bendless 那这时候在讲Dayline Schedule 有时候又再出现一次 好 那来看一下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是在最近出现的 在过去 New Time Schedule 只有两种Policy 一个叫FIFO First In First Out 另外一个东西 RR Long Robin 然后呢 如果不是FIFO 也不是RR的话 那就是Other 就是一般的任务 不是那种Real Time 好 但是呢 在这个Dayline Schedule 它是新加进来的 所以它可以实现什么 它可以实现这种 EDF 就是说 哪个东西最接近Dayline 我就先做 这我想 大家在台湾的环境 成长 考试过都知道 也就是说 哪一个作业 快要缴交 我就赶快去切过去做 或是哪一个科目要考试的 我就赶快去选 这个叫做EDF 注意到 所以这个东西 听起来好像很深奥 它是很人性的 因为人就是这样运作的 好 然后呢 注意到这边那种 有个东西叫CBS 稍微记下 就是说Constant Bendless Schedule 也就是说呢 我在排程的时候呢 往往呢 我们追求那个比例 比方说我要追求50% 我要追求20% 或是追求2% 往往这个比例是很难实现的 因为我在排程过程中 太多因素考虑进去 不管是前面讲的Lock 或是在前面讲的 一些什么 跟一些同步有关的 然后还有包含说 CPU现在的这个什么 使用的状态 这往往都会影响到什么 影响到最终的排程 但是呢 那这个Constant Bendless Schedule 它不管 不管你最终的东西长什么样 我就是希望说 比方说 就是能够占50%的时间 我排程就要排到 我的机率上 就是要能够到50% 像这样的东西 我要怎么去设计 这东西就好玩了 好 所以比方说 我先回顾一下 RR LongRobin LongRobin是不看优闲率 它只看那个比例 所以比方说呢 在CPU ONE上面 有两个任务 各自都占版主10 就是ABAB切换 那CPU TWO呢 它如果跑RR 但是只有一个任务的话 它就是占了100% 好 然后 一旦涉及到排ORTI之後 那整件事就变得复杂了 所以就是说 我要去思考 因为我的 我的 高优先权任务 就算排进去 也不会立刻去执行 它会有延迟 那我们在REORTI的世界上 要想办法去缩减 重要任务 排进入之后的延迟时间 好 那这个时候呢 就有点好玩了 因为我的排ORTI出现了之后呢 就会导致这个问题 就是什么 导致这个 你看到这个 原本你看 原本是 核电厂 核电厂的 它的这个是0.5秒 但是其他的东西呢 比方说像那个 核电厂是什么 是那个 200ms 或是50ms 好 所以这个东西好玩 到底哪一个东西的优先比较高 一个是0.5的处置 0.5秒的 就是你每次的那个 就是 每次的CPU 它就是0.5 然后呢 因为用的CPU 可能比较慢 或者它是什么 操作 比较复杂 但是洗衣机来讲的话 你看它的这个 时间间隔就短很多了 所以你看 即便是在同样的这个 CPU 上面的程式行为会不同 那我要怎么去 界定所有的优先权 规划 那这些就很有趣 所以你看 我们把视义图换成这样 所以你看 在前面这个 原本的一个 核电厂的操作 0.5 接着0.5 那另外是洗衣机 对不对 我就做那个 比方说 我有些感测器 或是我有些 必要的一些 操作 它周期性的 所以你从这个视觉化 看得出来什么 就是说这个洗衣机本身 它是执行的 比较频繁的 可是呢 我们今天思考 优先群的时候 这个很好玩 当然核电厂来讲的话 对不对 核电厂来讲的话 我们把这个优先人拿高 那可是呢 核电厂这个任务 每一个止息 就是要0.5秒 所以变成说呢 我就是这边做 核电厂操作 那剩下的东西搬到什么 搬到那个洗 才让洗衣机去做 所以我就被提押到了 所以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核电厂大于这个洗衣机的 那当然有可能有反过来的Case 反过来的Case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的这个洗衣机的 基金它比较短了 我去塞 塞什么 塞这个核电厂的这个时间间隔 所以你看 我今天有不同的这个优先权 好 然后它的一个示意图是这样 然后接下来有个东西叫RNS 这RNS来讲的话 这个东西很好玩 就是我的排程是看它的比例 所以注意到看比例 看那个计算时间 再回想一下 它所在意的任务就是像这种 它本上是那种周期性的 那你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说在工业上 很多任务都是周期性的 我需要周期性的去查我的Sensor 我需要周期性的去做 比方说做数学运算 我需要周期性的去比方说像APS 像Video的例子 我需要周期性的去把这个资料 解开来 然后更新在画面上 这样做到像30APS 60APS 那所以在工业上很多东西都是 在工业上在实物上很多东西都是 它会需要一个固定的一个什么 支行的频率 支行的周期 所以在这边来讲的话 就是一个量化的东西在这里面 那整件事有趣的地方在哪里呢 就是我们去算 就是说 所以看到这个来讲的话 就是算它的比例 好 然后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 你越排的东西越来越多之后呢 就整件事变得好玩 然后你看我们的排成方法 所以你看 这时候绿色的时候出现是吧 你的核定场 好 然后洗衣机 然后呢 再来是 再来是一个中间任务 然后再来是你的 你的什么 你的核定场 好 可是呢 这个有个问题啦 核定场呢 如果只配置这个空间是怎样 其实都会失败的 因为它一次执行 我刚才讲过了 就是要0.5秒才行 所以你会发现说呢 这样的排成呢 其实乍看好像 好像OK啊 就照个比例去分配 但是实际上呢 就会有什么 什么东西呢 就会有这个 任务执行不完 或者说 在这个 没有足够多的资源 让它去执行 所以跟刚才说 我们讲这个 LeoTime排成 其实它的考虑议题 是这样很复杂 就需要不同的考量点 所以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那Dayline Schedule在做什么事 Dayline Schedule做的事情呢 就要重新去思考 再回顾一下刚才的悲剧 刚才悲剧在于什么呢 就是最后 最后的我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核定场 它没有足够的时间资源 因为已经 已经用 已经分配不到了 所以就导致最后一次失败 所以我们要去思考一件事 就是说 这个核定场 它优秀高的话 那我们势必要去调整 我们怎么调呢 你看到 就是说 这个 先做的洗衣机 然后再做中间的 然后在你核定场出来 你看到 继续 继续执行 多执行的 对吧 一开始这样 多执行 然后 因为这时候呢 这个什么 这时候那个 我的洗衣机 我抢占它 没关系 好 那你看到 我中心中药 所以导致呢 原本在这边可以执行的 但是其实呢 这时候洗衣机才出现 然后呢 接着呢 接着去执行中间的任务 然后下一次呢 终于绿色的东西可以出现 而且这出现的时候呢 它是不会被抢占的 不会被打断的 好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 你发现说 在排程的时候呢 就需要额外的 系统呼叫 去设定它的属性 那这个属性就很有趣了 就比方说我要去规范 我的dayline在哪里 好 我要规范我的这个CBS 就是Constant bandwidth Scheduling 你的CBS 你的策略是怎样 好 所以呢 你如果认真看它的这个 schedule attribute 其实它写的东西就多了 就是比方说你的 你的policy 好 schedule是哪一种啊 啊啊啦 FIFO啦 或是这个dayline schedule 好 然后再来是你的nice 好 所以注意到 nice是给什么 一般的任务用的 好 还是说这个 呃 你的什么 你的这个 底下这几个栏位呢 就是什么 就是给那个dayline schedule用的 好 比方说你的run time 你的dayline 你的这个 你的period 注意到就是说 dayline schedule还是在发展 好 那这边讲的资料呢 其方是 呃 两年前的材料 好 就是这两份材料 都是两年前的 所以有些资讯 可能会有些过去 所以 如果可以的话呢 你去YouTube上面搜寻 搜寻 搜寻这个dayline schedule 那就可以看到 找到 Linx Foundation上 去年的一些演讲 好 那这些都是很有奇葩 而且都是第一线的人员 就是说 像我讲给各位听 已经是第二首第三首 资讯的 我以前可以是第一首啦 因为以前还有在做Kernel 那现在 Kernel做的没那么多啦 就是 比较多的时候就是叫别人做Kernel 然后之类的 好 那总之就是说 你听到第二首的资讯 或第三首的资讯 或是说那些过时资讯 你会觉得很遗憾 没关系 因为你可以 刚刚提到 Linx Foundation做了很多录影 做很多材料 这些资讯都可以公开的存寻 而且这些Kernel开发者 其实他都蛮友善的 如果你写信给他 很可能他们会回你 好 然后呢 这个东西呢 你看啊 又提到这个Schedule Year 这个东西很尴尬 他很多时候的使用都会出问题 不管这个在一般的行程 或者说在Real Time 那Real Time来讲的话呢 就是比方说你讲那个FIFO跟R 这个可以接受 可是问题啊 如果你在Day Night Schedule里面的状况下 去呼叫Schedule Year 会发生什么事 你看这个状况 比方说你可以思考一下这段程式码 这段程式码的话 你看前面新的Lock LockMutexA 然后呢 所以我原本的区域是什么 是Lock的区域在这里 然后Unlock在这里 好 可是呢 麻烦的地方在哪里呢 麻烦的地方是说呢 我前面先Lock 这乍看没什么问题 但是中间的判断是有点尴尬 判断中间的时候呢 我一开始LockA 那我接着要LockB 然后这个B呢 是怎么来的 注意到哈 这个B呢 是从A里面的Member 叫B 把它找出来 好 那我去LockB里面的Mutex 好 那如果说这个Lock成功的时候呢 我就把A把它Unlock 好 那这时候你会发现一些事 因为呢 这个 因为B呢 其实是A里面的什么 A里面的成员 所以这个时候呢 有个尴尬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个 你今天要保护的对象 就变得很关键 它的这个时间顺序 如果你的时间顺序呢 是什么 是A一定在最外圈 然后B在内圈 就是你可以思考一下 那个圈圈这样子 就是有一个 A在最外圈的 然后B在内圈 然后 因为呢 这个B呢 是A的Member 注意到这一段 B是A的Member 所以我在做这个Lock 跟Unlock的时候呢 一定要从什么 从Member开始去Unlock 就是 从Member 里面开始 从比较内部的地方 去做Lock 跟Unlock 然后之后呢 要Unlock A的时候呢 因为A是在外部 可是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呢 因为我呼叫了这个 Year的Schedule之后呢 会有个尴尬问题 就是在说 它的执行顺序 就是 因为它具体执行的顺序 有可能会被 被更动到 所以导致说 下一个 我当我呼叫 ScheduleEar的 下一个会执行的人 到底是哪一个任务 其实这件事是没有 没有办法确保的 所以有没有可能 是刚才那个B 有没有可能 这是有可能 所以这个 这导致呢 会有一个很麻烦的重要 就是说 因为像这边来讲的话 它是一个潮状的 就是潮状的一个 我称为Nasty Nasty的一个Locking 所以我需要 这个Nasty 是正确的 但是你又 好似乎叫到 ScheduleEar的 虽然一开始 ScheduleEar 你在那个 平常状态下 考量点是说 我避免一颗CPU 占有太多支援 所以我尽量把 CPU支援釋放出来 这概念是好的 可是一旦 这样子做的话 就会导致怎样 有可能导致这个 Lock跟Lock 顺序不对的问题 所以你会发现说 这个是一个很尴尬的东西 所以后来 你会看到说 像Stack Overflow 或者一些坑路开发者 就开始跟你讲说 你不应该再用这个东西了 那这边来跟你讲说 那这个ScheduleEar 对那个 Day Night Schedule有什么帮助 好 那这个其中有个事情是什么 就是说 我在目前的执行的 的Period里面 在执行的区域里面 我这个事情做完了 所以告诉别人说 我已经做完了 所以我已经不需要这个时间 所以 因为一开始 我有配这个时间 但是如果说你这个行程 比你预期的来得快 或者说我就是例外处理 或是我去检查 发现失败 所以我这个失败 我就不应该怎么 站着毛困不拉死 我应该避免这状况 所以我主动 把我的执行权 让出来 注意到这个问题 主动让出来 好 然后注意到 主动让出来 是可以的 但是会有一些问题 好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地方有点概念 注意到 就是我们这个地方有什么 有三个部分 所以注意到我们这个排程器 就是至少有三个部分 那我们来复习一下我们刚才讲的东西 所以我们刚才讲的哪些议题呢 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 然后我们回顾了这个不同的schedule policy 然后我们回顾了说像这个 怎么去实做schedule 所以比方说O1 通过这个bmap 然后又提到一些像那个schedule domain 那这些跟CPU topology有关的部分 然后再来是说呢 我们讲到这个rebalance 然后相关的系统构交 比如说set affinity schedule affinity 然后set priority gate priority 然后再来是CFS 注意到CFS的具体实作内容 就是我们会在第三部分探讨 但是我们在这边来讲话 已经把这个CFS的理念想法就出来 然后再次我们也提到说 在realtime scheduling 在那边 它的排程要考虑到的议题 那以及说为了要实现这个realtime 提升我们realtime的capability 的话我们要什么 要做channel preemption 所以就大概跟大家探讨到这边 那在之后呢 会有这个第三部分